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按赞哦 第705章 离宫 众人都看着朱远章 朱远章此刻心情复杂极了 生气是肯定的 可知道这愣头青是冲着朱军来的之后 他心里突然有些不服气了 自己这个皇帝女不败 反倒是绕弯子去败自己儿子 岂不是本末倒置 王守阳越是崇拜朱军 他就越是不服气 朱玉化仿佛又在耳边回荡 好似在说他做错了一样 有那一刻 朱远章甚至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你可想清楚了 这一次倘若咱答应了 日后你便再也不能走客 举这条路了 届时 纵然你有再大的才华 咱也不能用你 朱远章冷着脸道 你压根就不知道 自己拒绝的是什么 草民想得很清楚 人生在世 不只是做官 草民内心有无数个问题 无人可以为草民解惑 唯有威海王殿下 可以让草民内心不再彷徨 是十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 还是每日过得精彩 拿草民 还是选择后者 王守阳五体头地道 陛下是掌握天命的圣天子 纵然草民不能为陛下安前马后 却也会在陛下看不见的地方 为大业效力 话落 王守阳内心说不出的紧张 说不怕是假的 他又不是傻子 他可以料现 父亲若知道 他拒绝了任命 怕是会气死 所以他也想好了 若是皇帝同意后 他就收拾戏软 直接北上 去威海卫 免得老爹冲过来做自己 疯了 你真的疯了 宋连弄骂道 你对得起你父亲的栽培吗 骂完后 他本想向朱远璋求情 可转念一想 这小子说 自己胜之不武 自己若是在为他求情 在别人眼里 难免有内幕 所以骂完之后 他只能忍住心中的怒火 不再看他 众人都冷冷地看着王守阳 在他们看来 这王守阳是自费虔诚 朱军已经就藩 日后也就那样了 跟着朱军能有什么出现 不过这小子口出狂言 也该让他尝点教训 所以 有不少人站出来 陛下 王守阳藐视朝廷 藐视圣恩 理应严惩 不错 王守阳面试科举 不遵圣人 理应踢出功名 一时间 群情激愤 都站出来攻劫王守阳 欧阳伦心中 知觉的王守阳愚蠢 这人傻子吧 这多好的恩赐啊 居然想跑去追随一个藩王 藩王再好 还能有皇帝好 简直鱼不可及 张志忠也是眉头紧皱 朱远璋也烦得不行 再加上近日来 各种不顺心 也让他越发的不耐 行了 都别吵吵了 既然他不愿意为咱所用 咱也不勉强他 不过 他今日无视咱的好意 轻慢科举 那就剥脱他的功名 永世不得科举 后进的榜眼探花 都往前一鸣 第四名列为探花 话落 欧阳伦都被巨大的惊喜给砸懵了 自己这个榜眼 居然莫名其妙就成了状元了 虽然减了便宜 可状元就是状元 第四名更是欣喜若狂 那可是探花呀 差一名就是天差地别的待遇 王守阳苦着脸 这下好了 连功名都被剥夺了 老爹知道了 还不气死 得抓紧出宫 抓紧走了 谢陛下圣恩 王守阳道 下去吧 见王守阳脸上藏不住的喜悦 朱远章内心说不出的火大 可见这人到底有多厘经叛斗了 王守阳起身 又看了一眼宋莲 拱手道 宋学士 小子方才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说完 他取下身上的大红花 丢到一旁 大步走出奉天殿 名利场 他不在意 只需要对得起自己的心即可 朝廷这些人 都不如危害王一人 功名利禄又如何 且让时间看 世人究竟记得谁更多一些 而与此同时 昆宁宫中 马皇后道 怎么还没有消息 任命还末结束吗 朱素兴也有些着急了 不过嘴上却道 母后 今日任命 肯定还要宴请的 哪有那么快 朱素营打句道 这还没定下来呢 胳膊肘就往外拐了 朱素兴修得直跺脚 可这时候 马皇后的贴身太尖来 满脸苦涩地道 娘娘 不好了 奉天殿出事了 马皇后脸上的笑容 顿时隐去 出什么事了 太监将事情说了一遍 现在那王守阳 已经离宫了 陛下剥夺了他的功名 而且永不录用 也不许他日后再考科举 你说什么 朱素兴脸上的笑容默了 他是不是疯了 好好的汉灵院不进 非要为了一个疯王 丢掉自己的大好前途 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素兴 朱素营脸色一变 见妹妹一口一个疯王 急忙提醒他 可朱素兴现在压根 就没想到这一点 他只是想不通 为什么人人都喜欢那疯子 就连自己看中的男人 居然也要去追随他 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那疯子有什么好的 他再好 也不过是个藩王而已 怎么 难不成还想扶持 他当皇帝 马皇后听到这话 脸色大变 你住口 听到马皇后的呵斥 朱素兴也是浑身一颤 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母 母后 我 我 我刚才胡说的 您千万别当真 真的假的 马皇后不知道 这种话 你以后要是再说 休怪魏娘不客气 马皇后生气道 你六哥到底怎么你了 要你如此看待他 朱素兴连连摆手 直直无误地说不出话来 朱素兴也在一旁安抚 马皇后深吸口气 压下心中的惊讶和愤怒 既然王守阳不在 那你就另选一个 朱素兴顿时如同双打的茄子一样 整个人都捏了 都是歪瓜裂枣 莫及个合适的 那欧阳文不就不错 虽然身份是差了点 但五官端正 有才华 为人也争气 以平民之身拿下榜眼 也是个大丈夫 朱素兴压根就不愿意 可眼下气氛不对 他也知道 自己莫太多选择 反正都是嫁人 嫁给谁不是嫁 行吧 就他了 朱素兴急忙拉着马皇后的手 不住地摇晃 母后 我错了 您别生气了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6章 愈发迷茫的老朱 王守阳离开凤天殿 找到了在外等候的阿福 快回去收拾东西 咱们今日就离京 阿福闻言 愣了愣 少爷 不对啊 咱们离京作甚 您是状元 难道莫留在汉林院 而是外放未官了 这也不对啊 难不成您在陛下面前说错话了 他到底是观患人家的仆人 见识也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这会儿见王守阳单独一人出来 身后又无他人 心也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 自家少爷什么脾气 他太了解了 说好听点 是心直口快 说难听点 就是说话不经大脑 想什么说什么 那大嘴巴连他家老爷都颇为头疼 安静的时候像得哑巴 话多的时候 让人恨不得用针 把他的嘴给缝起来 没 陛下授予我汉林院的官职 我莫接 辞了 王守阳如实道 阿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啥 您 您 您把这官给辞了 所以 您这是被赶出奉天殿的 差不多吧 王守阳道 方才我在大殿上 说了不该说的话 要是再不走 等那些人离开 就要来找我麻烦了 阿福浑身一颤 都快哭了 我的少爷又 这下老爷非扒了我的皮不渴 您这又是做的哪门子妖啊 好好的汉林院大老爷不做 非要做死 王守阳尴尬一笑 行了 咱们快点收拾细软跑路 免得我爹追过来 阿福满腹怨气 原本王守阳不做妖 他就是状元爷的书童 日后天天牵着汉林院大老爷来朝廷当职 那多威风 那十里八乡的小仆娘 还不被他阿福给迷得晕头转向 把他家门槛都踏破了 现在可好 梦醒了 眨眼功夫 王守阳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差别也太大了 上一刻还骑着大马 带着红花游街呢 下一刻 他们就要收拾东西跑路了 愣着做什么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王守阳在阿福脑袋上拍了一下 然后撒鸭子跑出了宫 阿福见状 知觉的宫内的侍卫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也是撒鸭子跟了上去 少爷 您等等我 王守阳当日便离京了 而他掀起的风浪却还没有停歇 虽然欧阳伦厚进状元 但是老朱记得没有参加当日的宴会 宋连等人也没有任何的喜悦 王守阳的临场背叛 在他们看来 无疑是可耻的 特别是王守阳走之前 还在凤天殿内说了那通话 大肆宣传诸君的思想 好好的状元爷不当 非要自甘堕落去找一个藩王 可欧阳伦等人就高兴了 特别是欧阳伦 从榜样变成了状元不说 还被安庆公主看中 这一下 就直接从麻雀变成凤凰了 成了帝序 那他日后就是皇亲国妻了 彻彻底底地翻身了 这一日 欧阳伦尝尽了人间的喜悦 好似这一刻 他此时世界的忠心 仿佛所有的好事都凑了过来 而此时此刻 朱远章却来到了东宫 陪着朱玉一块用餐 他也不说话 就是飞快扒拉着饭菜 是不是喝上一杯酒 朱玉见他趁这个脸 一副心事冲冲的样子 不有好笑 也知道他为何郁闷 便道 那王守阳倒是挺有见地的 虽然口出狂言 形势也比较急躁 但出发点还不错 比那些一心想要做官的人强多了 这种人是不是好官 儿臣不知道 但最起码他做了官 不会压榨百姓 一门心思的钻研 如何做官 朱远章瞪了朱玉一眼 献他哪壶不开提哪壶 冷哼一声 那是短见 这可不是短见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老六的思想 形势手段 政治暴富 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前有谢静 方孝直 后有王守阳 这些年轻人 头脑一热才做这决定 必然是因为 有更值得他们追随的东西 吸引着他们 朱玉道 咱就不该来陪你 朱远章郁闷得不行 父皇是十胜于雄辩 老六是罕见的人才 上马能杀敌 下马能安邦 有善心 见朱玉又开始大吹法罗 鼓吹朱君 朱远章也火了 住口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 咱都说了 除非咱死了 否则 绝对不可能 父皇既然想听点别的 那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老六的施政 逆子 朱远章饭也不吃了 气得一拍暗毒 瞪着朱玉 咱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 你非要气死 咱才高兴是吗 朱玉笑了笑 父皇 您信不信 就算老六去了威海卫 也压不住他的光芒 有些人 天生就注定了 是时代的弄潮 他是我亲弟弟 是我最亲近的人之一 他比我年轻 能力也远胜于我 功劳也大 他比我更合适 不管什么时候 你问我 我都会这么说 朱远章心中满是火气 却发不出来 或许是听多了 前一幕话之下 他居然再一次地怀疑自己 咱懒得听你胡言乱语 这皇帝你爱荡不荡 反正咱是要留给咱大孙的 朱远章双手父辈 郁闷地走了 今天本来是最高兴的日子 可朱远章却接连碰壁 弄得一笔子灰 可仔细一想 就连开恩科 都是朱军怂 永下未知的 再想起这两年的种种 似乎一切都绕不开朱军 而朱军也在用自己的行动 让大业变得更加的兴盛 繁荣 整个国家 好像正在以一种 不讲理的方式进不住 朱远章内心有些不安 他不知道 这种进步是好是坏 因为有些事情 已经逐渐超出了他的掌控 他进海 朱军就开海 他一伤 朱军就扬伤 自己反对什么 这小子就支持什么 而事实证明 朱军是对的 就好比今年的税收 直接突破了六百万两 翻了近一倍 而这多出来的几百万两 足以再养一支二十万的军队 若是抵消农税 能够让几十万百姓 从税务中解放出来 他那重新奇的思路 仿佛千锤百炼一般 明明这事到从来没有过 可为何能走得这么顺呢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7章 藩王纳税 京城里 似乎多了一帮年轻人 这帮年轻人 很推崇朱军的治良知 知行合一 不仅如此 他们主张 少说 多做 用实践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们自称格务派 又称心学 这批人被文坛主流所不耻 不接纳 但正在以一众让人 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住 而今日 王守阳的话 似乎印证了一件事 朱军的思想 真的能影响很多人 一直以来 朱军是如何说的 他又是如何做的 结果又如何 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 那小子虽然皮痒痒 但还真的没有吹过牛 说过的话 都能实现 他内心再一次生出 自我怀疑的念头 虽然再次被他压下去 可紧跟着朱玉的话 又在耳边回荡 镊子 都是镊子 乱咱的心神 朱远章叹了口气 回到御书房 又开始愁愁起来 那混账东西 去了威海卫都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主动给咱写信 就这么气咱 咱这么做 会不会太过了 其他人就翻 都是个重赏赐 他还立了这么多功劳呢 却没什么赏赐 连王庄都没有赐给他 不过 朱远章又不想向朱军低头 便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急忙江湖部尚书 红仪叫了过来 红仪是谢斯的接任者 此人才能一般 不过胜在一个办事稳妥 老实 威臣参见陛下 红仪急忙参拜 起来 咱问你 威海威那附近可有上田 朱远章问道 红仪一愣 旋即反应了过来 有 不过具体有多少 还需要翻阅册子 咱老六的嫡子出事了 咱这个做爷爷的 也不能不表示 朱远章道 凑个十万母上田出来吧 十万母上田 也就是一千顷 不算多 但他要的是上田 田分上中下 上田自然是最好最肥沃的 红仪道 陛下 可否太多了 若只是赏赐嫡孙十万母上田的却多了 可红仪没想到 老朱封赏背后更深的含义 多吗 朱远章皱眉 就按照十万母来凑 要是威海未凑不齐 就从其他地方凑 就好比朱山 就翻的时候 他就赏赐了四十万母良田 这良田一个地方 可能凑不齐 那就分摊到各个州府 让他们平摊 陛下 十万母上田 若是用来种植 让你去就去 这么多废话作甚 朱远章有些冒火 这十万母 咱还要分给老六其他孩子 分一分一个孩子 也就万母多一些 这些田地很多吗 红仪这会儿终于反应过来了 朱军就翻 貌似还没有给封赏 陛下 可是 威海王就翻还没有给封赏 若是加上威海王的封赏 就 见红仪哪壶不开提哪壶 朱远章都气笑了 咱自有定论 你就按照咱说的去办就行了 办不好 这户部 上述你也别做了 红仪浑身一颤 苦着脸称是 这事儿不好办 十万母上田 分摊的各地 那都是割肉的事情 不过皇帝发怒了 他也只能照办 等红仪离开后 朱远章这才发现 自己因为上火 急得嘴边都起撩泡了 就没有一个 让咱省心的 朱远章叹了口气 而此时 朱军还不知道 京城发生了什么 这几天 他都快被威海卫的县令 给烦死了 这老小子 天天一大早就来着点猛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 求他收回成命 这不 今天一早又来了 威臣参见威海王殿下 文灯县县令叫周文辉 人倒是挺清廉的 他决定要 就翻的时候 就让人把这家伙 查了个底朝天 没查出什么来 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了吗 这免除农税 我自然会向朝廷上奏 你不用担心 明年粮税的问题 明年的粮税 我自然会从 其他方面想办法 朱军道 周文辉都要哭了 殿下 您就别拿微臣打去了 翻地的税收 您说了算 是不用向朝廷纳税的 若只是减税 他必然配合的 毕竟藩王在翻地 那就是土皇帝 比皇帝说话都好时 他这个县令 想要快活 就必须听话 可朱军道好 直接免除了所有的农税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减税是减税 免税是免税 两者不可向提并论 一旦传出去 他要有大麻烦的 文灯县的粮税 不足三万石 乃下线 折合成前营 才一万多两银子 这一万多两银子 本王从指缝里露一点 都足够了 朱军无奈道 大业区分县城 并不是以人数来区分的 而是以负税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 未上线 纳粮六万石以下 未中线 纳粮三万石以下 未下线 四文灯县这种小线 纳粮在三万石以下 自然是下线 朱军到时候纳税就行了 翻王纳税 说出去必然笑死人 可这就是朱军的真实想法 就好比他名下的产业 都是缴纳伤税的 若是一年 能缴纳三五万两银子 一年抵得上粮税两年了 粮食 银子 不可能凭空变出来 必然有一方要承受 对他而言 举一地供养自己一家 太奢侈了 若只是钱银 他手里的银子 都足够他奢迷十辈子了 周文辉苦笑道 那是殿下的 下官不敢 行了 你别废话了 反正今年的粮税 你不用担心本王出尔反尔 相信你也知道本王的未人 说一不二 你要是想在网上走一走 就认真地执行本王的政策 本王可以保你 两年内高升 你若是想在这里 当个无所事事的百里侯 那你就闭嘴就行了 只要你不贪默 不欺压百姓 本王也能够容忍你 周文辉吓得缩了缩脖子 他今年都五十多了 可以说 已经错过了升职的最好年纪 他的想法 就是在县令的位置上做到死 日后回乡也能风光 不过当着朱军的面 他可不敢这么说 下官任凭殿下吩咐 虽然知道这老小子心口不一 可朱军笑了笑 眼下还真有一件事 要你去办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8章 窝贼来饭 周文辉浑身一颤 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子 朱军来到威海卫后 就没有停歇 先是公布免农税 然后丈量威海卫的土地 成立农村合作社 紧跟着 又开始大搞城市建设 随后又成立四海银行 发行四海银行的专属超纸 这些都算了 还在新城以北 画了老大一块区域 用来建立工房 这阵事 他哪里见过呀 以往修条路 都要花一两年 不过在朱军的注视下 他也不敢打马虎眼 急忙道 请殿下吩咐 从现在开始 将衙门的钱银 全部存入四海银行 朱军道 什么 周文辉投摇的波浪股似的 不行 这点万万不能 衙门的银子 岂能存在钱庄里 若是让朝廷知道了 还以为威车贪磨了 陛下非把威臣包皮 舔草不可 现周文辉这胆小的样子 朱军也是一阵无奈 这老小子之所以不贪磨 或许 是因为胆子太小了 周县令 这钱银放在衙门府库里 不仅容易生锈 还使不上大用 最重要的是 账目容易出问题 四海银行 由威海王府做保障 联合了应天商会 目前资金 就不少于二百万两银子 就你衙门里那点银子 根本不算什么 二 二百万两银子 周文辉咽了口唾沫 那岂不是快抵得上 国库的收入了 难怪世人 都说为海王有钱 富可敌国 现在看 是真的 殿下 既然四海银子如此有钱了 县衙这点银子 还是 要 必须要 朱军道 眼下四海银行 已经跟文灯县 各个机构挂钩了 县衙也必须做表率 银子若是放在府库里 那就是吃灰 而放在四海银行里 不仅可以生产了利息 最重要的是 方便存取 不会存在丢失的问题 若要用银子 会有详细的明细 最重要的是 日后若是上交国库 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少损耗 只需要拿着四海银行的汇票 就能够在京城的四海银行曲线 除此之外 四海银行旗下 还有四海粮食 若是要粮税 可以直接由四海粮食代发 这就是朱军减少损耗的办法 其实就是按照国有集团的办法来操作 一来 也可以减少贪腐的问题 当然 这是理想状态 但朱军觉得 可以试一试 可以先在威海卫食行 日后成功了 可以将这个模式 推广到直辖府 然后再推行天下 到时候让大哥 照套就行了 大业是有钱的 但是通货膨胀 还是挺厉害的 若是让他们把银子埋在土里 很难产生效益 不行 威臣丹不起这个责任 周文辉都快哭了 那可是朝廷的银子 他哪敢啊 你担不起责任 本王担得起 到时候 本王自然会向朝廷上走 你别那么胆小 朱军道 周文辉无语了 你是亲王 自然不拒 自己小胳膊小腿的 怎么死都不知道 总之 话本王带道了 你要是想在威海卫 好好待下去 就必须遵照命令 你要是不服气 尽管可以上走弹劾本王 放心 本王也不会报复你 但是日后有什么好处 你休想染指 说着 朱军买白手 回去吧 日后莫什么事 就不要来了 周文辉浑身不住的发颤 这么明显的威胁 他那里敢走啊 常言道 县官不如县官 在威海卫 他都知道朱军的厉害 现在朱军都就翻了 那就是土皇帝了 就算自己上奏 八成也是自己倒霉 想到这里 他一咬牙 好 威臣听殿下的 要死一起死 反正其他人都把银子 存在四海银行 出了事 他就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秦末 老周啊 这就对了吗 朱军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想想 本王未来还要在这里 待几十年 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活 会把威海卫搞烂吗 本王来威海卫之前 是什么样子 现在又是什么样子 你看不见吗 周恩辉低着头 朱军来之前 威海卫破破烂烂的 但是朱军来之后 威海卫更破烂了 因为到处都在搞建设 可谁都知道 这种破烂 是为了更好的塑造 不用纳粮的威海卫 绝对会成为天下独一份 哪个百姓不敢恩戴德 而朱军还颁布政策 日后一家一户 只需要出一个人 来旅行摇曳就行了 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 而且只在威海卫境内 管一日三餐 一日三餐什么概念 大多数百姓 还停留在一日两餐 乃至一日一餐 这哪里是发摇曳 这摆明了 就是一件好事 一个壮汉 一天消耗的粮食不少 若是发摇曳一个月 能省下不少银子呢 周恩辉不知道朱军想做什么 但是威海卫的却在变好 见周恩辉不吭声 朱军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去吧 本王不会害百姓 自然也不会害你 你擦亮眼睛 日后的威海卫 必然是人间天堂 周恩辉值得点头称是 送走了周恩辉后 不远处的海边 居然传来了明惊的声音 那声音急促又短 这是警告声 朱军脸色一变 紧跟着 就看到有人匆匆跑了过来 海上有不明船队 全军戒备 不多时 那人跑到了朱军跟前 殿下 海上出现了一支船队 灯塔传来消息 是朝着咱们这边来的 极有可能是窝贼 朱军来威海卫 也一个多月了 在他来之前 今年不足一年的时间里 就遭受了窝贼两次清洗 而朱军 也一直在等对方出现 一个多月了 终于等到这天了 全军戒备 随时准备战争 将这些人统统留下来 朱军摩拳擦掌 建造番的所需银子太多了 而窝岛国 是个盛产白银的地方 而战争 是获取资源最好的方式 用窝狗的银子 他丝毫不心疼 如果可以 他想把窝岛国 所有的资源搬空 然后把窝岛国 变成海雕的度假村 他看了一眼 徐妙景等人所在 派人守好王妃们 其他人跟本王走 手机用护寝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09章 开炮 如果朱军收到的信息 没错的话 现在的窝岛国 正处于南朝和北朝战争时期 据说斗阵相当的激烈 这也导致幕府 对当地名人的控制 日益削弱 不过 所谓的南北朝战争 可能是乡对乡 村对村 不是中原传统意义上 那众数万人的大战 此时 幕府皇帝长期空缺 所以对各地的 把控力不强 窝岛国 也有文人 农民 商人等阶层 和大业不同的是 窝岛国的学者 是战士 而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学者 而武士是由当地的封臣 即大明所管理的 大明是幕府的臣民 而现在 大明现在纷纷独立 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而现在 窝岛国的九州岛 四国岛和本州岛 被划分为几十个小国 他们不断地互相攻击 那么 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来掠结大业的 这一点 非常值得思考 朱军来到了岸边 玄武军已经整装待发 所有水手士兵 都已经上岸 廖武安跟金刚奴 也早就上船 殿下 已经通知县城那边 让他们关闭城门了 李吉霸匆匆赶过来 虽然在李吉霸看来 完全没必要小题大做 毕竟来的窝贼 也不是很多 是绝对不可能越雷池一步的 但是朝廷定下的规矩 还是不能丢的 最重要的是 朱军想要借此机会 拿下这些人 然后将他们拉入 纹灯线斩首 进一步振奋人心 朱军点点头 也没有登船 而是让人端来了椅子 舒舒服服地坐在海滩上 喝着茶 他手里拿着千里镜 观察着海面的情况 虽然距离较远 但是可以看出来 对方的船队 都是八百辆以下的小船 几乎都是二百辆 四百辆居多 窝岛国国小明弱 再加上战国时代 割据分裂 能凑着摩托船 也很不错了 就是不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谁的势力 巡布三现在 也锻炼出来了 跟着朱军走南闯北 见识多了 整个人也变得沉稳 他一边给朱军泡茶 一边笑着道 这些人真是不长眼 居然敢往这边来 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这里距离窝岛国也比较近 若是顺风 十天之内就能抵达 相比苏州等地 有重兵把守 威海卫俨然是要差一点的 此间的威海卫 还没有天下四大卫所的名号 虽然穷 但也比沃岛国那些人 富数得多了 巡布三道 若是有朝一日 咱们能打到 沃岛国去就好了 你还有这想法 殿下不是说 有朝一日 要将沃岛国打下来 当候花园吗 巡布三急忙道 奴婢愿意为殿下探路 要去也轮不到你 朱军青轻踹了他一脚 不过 我倒是有个差事想交给你 巡布三一愣 旋即激动了起来 跪在地上 请殿下吩咐 起来吧 我就随口一说 这件事八字还没一瞥呢 朱军想到了三宝太监下夕阳 有一点想效仿 想让狗东西下海 可眼下巡布三还管着天命祖 却是抽不出人手来了 自己手底下 似乎也没有海帽的人才 而且 下夕阳也不能从未海卫出发 这事儿 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见朱军说话说一半 巡布三心里跟猫抓似的 而一旁的李吉坝等人 则是严阵以待 将朱军舟为首的水泄不通 其他人则是远远的观摩 一号主舰上 水手从未干上滑下来 将军 敌人似乎掉头了 想逃 廖武安冷笑一声 此刻刮的是东南风 他们逆风能有多快 收翻 加快速度追上去 粘住他们 从并州离开后 廖武安没有剿匪 心里也是有些惋惜的 眼下就翻后 他迫切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 也只能暂时搁浅了 只等住日后大夜对沉 汉章舟开仗 那时候 才是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不过 拿这些小贼练练手 也是极好的 二号舰队上 金刚奴也是大声道 加速 追上去 剿灭了海匪后 朱军本意 是想让他留在桃花岛练兵 不过是与愿为 他好好的水师 后面成了搬运物资的挑夫 心里正不爽的呢 舰队速度很快 侧重速度的小船已经下水 朝着对方冲了过去 因为风大 海浪大 追击极为辛苦 对方逃窜的速度 也大大降低 面对送上来的敌人 金刚奴眼珠子 都红了 船舱里的滑奖手 手轮的飞快 盯着大风大浪 硬是将速度提了上去 他们每日的训练量很大 一双胳膊 又粗又硬 但是架不住他们伙食好 寻常人是一日三餐 他们是一日四餐 乃至五餐 顿顿大鱼大肉 大米饭 馒头管够 在其他人手下荡兵 哪有这种待遇 他们不仅吃得好 喝得好 穿得好 每个月的响应 也比其他人要多三五成 所以训练起来 格外的拼命 也敢打敢杀的 一二冲 百旗喊着口号 打着鼓 鼓舞着人心 站在甲板上的人 就看着大船从浪上飞过 双方的速度 一点一点的逼近 对方的人也不傻 他们开始四下扩散 但是这时候想要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追击的士兵 已经将他们包围 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走 等距离到了船炮的射程之内 撂完下令 船令 船炮待命 精准射击 突袭硬仓的时候 他们只有主舰装载了船炮 而现在 在朱军不要命砸钱 提升技术 提升钢铁产量之后 他们的船炮数量 一跃提升到了六十尊 距离百尊大关也不远了 预计在年前 能够达到一百尊 有了一百尊船炮 水战时射出的鹅炮弹 将形成绞杀阵 两军队类 在双方都用拍杆 撞脚 乃至石炮的武器时 船炮无疑是划时代的 能够将对方碾压的武器 而朱军的意思是 要在明年 在船炮的数量 提升到三百尊 三百尊船炮 足够治愈火力不足的恐惧症 在三百尊船炮的绞杀下 就算对方来再多人 都要跪 廖武安站在船头 炮响在耳边回荡 双方的距离 也在这一声炮响后 被抵消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0章 杀狗不需理由 炮弹砸中水面 溅起十数米的水花 士官大骂道 怎么调整的角度 知道打出去一颗炮弹多少银子吗 一百多文 让这一百多文打水漂 亏心不亏心 船炮射击是最难的 特别是船体还在移动 就算船体不移动 海面上风浪太大 让船晃动 难免出现角度问题 可他们平日的训练 就是如此 被骂的士兵不敢吭声 只是在心里发狠掉 整着船炮的角度 砰砰砰 有炮弹击中了对方的小船 直接将对方的小船打穿 而击沉对方的船 是有奖励的 朱军不喜欢玩虚的 想要升官发财 就用自己的能力来说话 炮弹击沉的船越多 相应的功劳也就越大 所以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训练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少浪费炮弹 多击沉迪舟 六十尊船炮 被分在了三艘主舰上 三艘主舰队 对对方进行绞杀 对方人多 但是分散 所以效果并不是特别出众 但炮弹的射程 也将这些人 吓得作鸟受散 等到被包围后 舰队围了上去 巨大的拍杆挥落 直接将对方 小于八百料的船 拦腰打断 船上的敌人 只能惨叫着落入水中 这些人穿得很杂 有些人手中甚至拿着鱼叉 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而且一个个出奇的矮小 身高不足六尺 头弹 轰轰轰 接二连三的水雷炸响 这水雷是特别改制的 专攻水尸使用 在水里效果很好 压灭罗 大肆开态 这些不知道什么组成的窝贼 惨叫着跌落海面 他们的反击 无非是火箭 还有一些威力不怎么大的武器 面对玄武军的大船 这种程度的攻击 根本不算什么 一个时辰后 诸军放下手里的千里镜 道 结束了 从发现敌人 到战斗结束 整整一个多时辰 他屁股都坐麻了 本王先走了 等他们回来 再关向我汇报 派人去县城通知 就说大获全胜 说着 诸军拍了拍屁股 便走了 说实话 他末将窝贼放在眼里 虽然他们很凶狠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很穷 很弱 就如另平行大明 那些窝贼 很大一部分 都是落魄的名人 然后混杂了失忆的 窝岛国封建筑 浪人 冒险者 其背后的支持者 很大一部分是商骨 为了什么 还不是因为近海策略 另一个世界大明 实行的策略是近海 也就是不干扰他国内政 这种情况 到了永乐也依旧没有好转 这情况说复杂也复杂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 利益 若朱军是一个失忆的人 无有才能 吃不饱穿不暖 天天被压迫 一个突然的机会让他下海 他见识到了无法无天 尝到了掠夺的甜头 那么他很大程度也会从贼 就好似他现在是亲王 可从一开始 他不就盯上了海帽 他们出发点是一样的 打赢了 徐妙锦等人 纷纷凑了上去 朱军揽住众女 当然赢了 不过是一些窝贼罢了 是不是方才的炮声吓到你们了 我们倒还好 就是孩子有些被吓到了 观音奴道 这种情况 以后不会有了 朱军道 我向你们保证 这一次之后 窝贼应该是不敢再来这边了 这一次之所以敢来 应该是他们不知道 自己已经过来就翻了 但凡他们知道 威海卫有几万人把守 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过来 安抚完众女后 朱军回到小木屋 不多时 廖武安金刚奴过来复命 威臣信不辱命 已将这些扰边的窝贼拿下 不过这些人太过分散 有些人没及时拦截 让他们逃出去了 无妨 朱军摆摆手 水战全监还是挺难的 总会有漏网之余 上一次 他们突袭并舟 不就是如此 说一说伤亡俘获吧 朱军道 金刚奴手里 拿出一叶纸 禀殿下 这一次 我军受伤百余人 十五人重箭重伤 三人死亡 杀敌七百六十人 俘虏一千一百人 缴获八百料 船只三艘 四百辆 朱军点点头 也就是说 去掉逃走的 这一次来为 公威海卫的人数 居然达到了两千多人 一般来说 这些窝贼主打的 就是一个快抢快逃 打一个地方放一枪 两千人 他们是要来攻打县城 他们是谁的人 问到了吗 朱军道 已经问到了 这些人是士挺幕府 第三人争一大将军 足力一满的人 金刚奴道 这些人之所以过来 是来咱们大业 抢夺物资的 为这狗东西 愁挫征战的物资 足力一满 朱军摸了摸下巴 这么说 倒是说得过去 把大鱼留下来 严刑拷问 老弱病残 受伤的就别致了 明日一早 在县城菜市口斩首 其他人全都留下来 让他磨牢改刀死 这可都是最好的苦力 千万别 把他们当人看 死了便死了 到时候 咱们再去抓就行了 朱军眼中 闪过一丝冷光 殿下 您这是要发兵 去窝岛国 料完微微皱眉 不禁朝廷允许 擅自出兵 这可是犯机会的事情 怎么 对方主动来犯 还不允许咱们反击了 朱军虽然知道 料完是提醒自己 但是打窝狗 他不需要任何条件 哪怕此件事大业 他也毫无条件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 料完苦笑 这位爷似乎特别 讨厌窝岛国这个国家 一提起这个国家 那眼中的杀意 便连他都觉得心惊 不过 这个国家的人的 却令人厌恶 你放心 我自然会跟朝廷交涉 这窝岛国不尊大业 常常侵犯我大业国土和子民 居心叵测 既然如此 那就要让他们知道 大业的威严不可侵犯 我来镇守为海卫 可不是来这里过家家的 不仅要打退所有的敌人 还要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大业百费带心 需要用人的地方太多了 本王觉得 这窝岛国的人 就非常适合当免费的劳动力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1章 你这个爹太实质了 廖武安愣了愣 把我岛国的人 当成免费劳动力 金刚奴则道 这想法不错 翻地内需要用人的地方太多了 若是招工 所耗费钱才不知凡凡 可如果发摇弈 时间久了 难免伤民 用他国之名 便没有这种顾虑了 朱军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他不认为 自己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但有些仇是真的不能忘 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即便灵魂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也无法抹除 而且 摇弈的本质是什么 是剥削 是朝廷 是封建主对百姓的掌控和剥削 当税收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支出 那么摇弈就不可避免 可如果将剥削的百姓 换成窝狗 那朱军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而且 窝岛国人多啊 多的不敢说 三五百万人还是有的 多估一估 估计要伤六百万了 地方不大 但是这么多的人口资源 不利用起来浪费了 而且 那边盛产白银 他现在也需要白银 去掉女人老人孩子 百万轻壮 应该还是有的 这百万轻壮 若是利用好 绝对可以让大业的发展 加快推进三到五年 甚至更快 将这喜报发出去 让威海威的百姓都高兴高兴 另外 立功的将士要犒赏到位 不要整虚的 到时候把名单交上来 受伤的将士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战死的将士 将他们的遗体收敛好 摄灵堂 本王今夜为他们守灵 说到这里 朱军难免有些难受 这些弟兄 都是自己带来的 自己有责任 也有义务看管他们 虽说 战争就没有不死人的 可提起还是窝心 胜利的喜悦 也淡了不少 是 殿下 两人退下后 整个营地都充实在胜利的喜悦中 很快 消息就传到了文灯县城 周文辉得知 朱军大获全胜 也是心中一喜 大劫啊 杀敌七百余 俘虏一千多人 这可是大劫 有威海王阵 守威海卫 日后再也没有窝贼胆敢进犯了 碧莹冯春 也是威威愣神 二人对视一眼 不由扎舌 了不得 威海王就是威海王 果真威啊 这一次 要是没有朱军 这两千多人进犯 还不知道要死伤多少 眼下 朱军几乎全见了敌人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劫 虽然比不上破硬仓 脚海匪这样的大功 可在威海卫 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劫了 走 老冯 咱们快去拜见殿下 这一次 他们没有出任合力 若是还不搅情些 那便是不懂事了 冯春也是急忙点头 他一边走一边道 这一下 咱们威海卫 可是真的来了一位 了不得的人了 有这位坐镇 威海卫固若金汤 谁来了都要败走 咱们啊 就安安心心地躺平吧 碧莹笑着道 躺平也不是那么好躺的 咱们六爷手底下 可没有弱手 当晚 朱军在灵堂 给战死的弟兄守灵一夜 第二天 近百人在文灯菜市场口 被斩首 而剩下的人 全都被锁链铐住 等待他们的 将是无休止的劳作 文灯的百姓 全都拍掌称快 珊瑚威海王千岁 朱军来番的两月不到 算是彻彻底底地 收复了威海卫的人心 从上至下 再默认敢不从命 而消息 也很快就进了京 一大早 事后的声音 就传遍了中都 威海卫窝贼来番 威海王殿下邪 大军大破支 绞杀抓获俘虏近二千人 这声音 打破了中都清晨的宁静 使得中都的百姓 都未知振奋 朱军再离开一个多月 后 终于再次传来了消息 而这一次 依旧是大姐的好消息 他们这些内陆的百姓 可能不知道 窝贼的害处 但是有好些人 都是从沿海地区迁移过来的 提起窝贼 就没人不咬牙切齿的 一大早 茶楼里 道路旁 三三两两的 都是凑在一块谈论的百姓 而这消息 同样到了宫里 朱远章收到消息 也是一喜 这混账东西 还真是有一手 去了威海卫 就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那可是近二千人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他在奉天殿里走来走去 喜上眉梢 一旁的王狗都无语了 这疯子还真能折腾 去哪都不安分 前些日子 免除了威海卫的粮税 今日可到后 又打上仗了 怎么这疯子去了千里之外 自己还是绕不开他 朱远章想了想 亲自来到昆宁宫 将消息说给马皇后听 马皇后听后 果然高兴了起来 原本夫妻二人一直在冷战 这件事 或许是夫妻二人破冰的契机 我儿果真厉害 马皇后拿着捷报 欢喜得不行 朱远章有心想夸鸡剧 但是老半天 也莫说出一句话来 马皇后见状 陛下 您是大忙人 能抽空给臣妾送信 臣妾就感激不尽了 就别在臣妾这里担得太久 免得耽误国事 臣妾担待不起 秀英 咱都服软了 你就别气了 朱远章见马皇后 依旧阴阳怪气的 也是扛不住了 握住她的手 连连赔不试 你好歹 也给咱一个台阶是不 马秀英正扎了两下 见证扎不开 也就随她握着 陛下给的台阶 谁敢不下 臣妾的台阶不给 也得给 朱远章苦笑道 这普天之下 也就你敢跟咱这么说话 天生咱还不能发火 还只能小心地赔不试 哄着 你看看其他人 咱什么时候这魔上心过 咱这不是已经开始 补偿老六了吗 那十万亩粮田 咱都准备好了 到时候 直接赐给咱大孙子 等日后咱一统天下了 咱十倍 百倍地赐给她 行不行 马皇后也不是真的 想跟朱远章冷战到底 她只是 气朱远章对朱军太粗暴 听到这话 她气也消了大半了 你知道我气你什么吗 知道 你气咱行事太粗暴了 朱远章见马皇后松口 急忙道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我真正气的 是你不信任你的儿子 是你挑拨你儿子之间的感情 你这个当爹的 太失职了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2章 朱新的选择 咱什么时候 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了 朱远章直呼冤枉 他们弟兄两个 从小关系就好 你这么着急 把老六赶走 想的什么 我能不清楚 马皇后说着说着 又有些生气了 要是老六有一心 能让你瞧见 他能在你眼皮子底下 做这些事情 老大为什么这魔疼他 还不是因为 老六也疼他这个大哥 有什么好的 全都留着给他大哥 往年 宫里缩一节时 可老六年年 都几万两几万两的送进宫 他赚来的那些银子 要不送进了宫 要魔都补贴给了百姓 自己还要养一帮人 也没限你这个当爹的操心 你就送个十万亩田地 就跑过来邀宫 你想想 老二 老三 老四 乃至老五 就翻哪一个的王庄 不比咱老六的多 眼下老八 要就翻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爹 赏赐老八多少亩王庄 朱远章尴尬了 得确 其他人就翻 田母都是十几万 二三十万亩 而且 现在老八也即将就翻 现在朱山病重 就翻也守不住翻地 肺牢要传染 他也不可能 把麾下的人都给朱山 万一全都染上 这该死的肺牢 岂不是一传十 十传百 到时候末完没了 所以 原本要倾斜给朱山的资源 就落到了朱星的头上 明年朱邓朱堂 也要集贯了 届时就翻 这又是一大笔的支出 压力还是很大的 秀英 老六是咱亲儿子 又不是婊的 咱肯定不能亏待了他 这件事 咱也承认 是咱心急了 没有照顾到老六的感受 不过 你也得承认 怎也是为了保护他 京城的流言蜚蜜 你也知道 咱也是没办法了 这才出此下策 朱远章拉住马皇后的手 满脸无奈 马皇后叹了口气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 就希望一家人平安 父子和睦 兄弟相亲 比什么都重要 朱远章也是点头 这一点也是他的愿望 说了这么久 马皇后也消气了 便倾自己朱远章下厨 饭后 朱远章这 把朱远章叫了过来 站在朱远章面前 朱远章显得有些局促 他也不知道 朱远章叫他过来做什么 咱点你的鸡的地方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朱远章问道 大叶地盘的却不大 适合就翻的地方 也不是很多 他给朱远章的地方 分别是 豫章府 衍州府 福州府 辽东 以及最好的苏州府 老爸能力不行 性子懦弱 让他戍边 恐怕是于愿违 所以 朱远章希望他去 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男人总是希望 自己的儿子 能够成为一只猛虎 而不是一条哈巴狗 朱远章很紧张 他即少有机会 能单独跟朱远章独处 蛇事事件后 他找回了一点自信 但是这自信 仅是和朱军在一块 朱军一走 他就成了只老虎 所以 这也让他越发地 依赖朱军 显日子 他给朱军写了信 询问朱军的意见 朱军的意思是 若是想离他近一些 可以选择沿州府 或者选择河尖府 他思来想去 都觉得离开朱军太远了 若是能够去登州府 或者来州府 那就好了 两兄弟就可以当邻居 末世的时候 还可以悄悄窜门 想到这里 他硬着头皮道 父皇 儿臣能否选择其他地方 那里 登州府 或者来州府 朱兴硬着头皮道 朱远章皱起眉头 不行 老六就在危海卫 这两个地方 最远也不过百余里 若是同时出现两个藩王 会如何 为何分封要将藩王分到各地 而不是让他们扎堆 藩王扎堆 那自然会殃及朝廷的统治 这些人要是凑一块 手里又有兵马 迟早出乱子 虽然他相信朱军 也知道朱兴懦弱 但不能开这个头 见朱远章拒绝 朱兴心中更慌了 那 那 那尔臣能不能选择青州府 青州府在燕州府西边 正好挨着来州府 距离为海卫 也近也就七百多里地 距离燕州那 就千里之遥了 能近一些是一些 朱远章这一次 倒是没有直接拒绝 青州没有燕州繁华 你可要想好了 燕州府有户数近十三万户 人口百万 发展潜力很大的 而且 这地方距离近南府和开封也很近 属于一个要塞之地 是极为重要的 轻易可以养三五万人 一百万人口 养三五万之兵 算下来 二十比一 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青州就不行了 发展不起来 潜力是远远不如燕州府的 而臣想好了 富数繁华之地 税收也高 可以为朝廷缓解压力 若是点而沉 岂不是让朝廷损失一个重要的税地 朱兴道 朱远章摇摇头 话不能这么说 藩王戍边 也是为了朝廷的安稳 而且兵力越多 大业的实力就越强盛 他清楚 朱兴是想距老六近一些 不过七百多里地的距离 倒也够了 他们想要轻易出去 也没那么容易的 现朱兴坚持 朱远章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青州府就翻吧 咱先给你一个护卫的名额 到时候 文武大臣都会给你配齐 谢父皇 朱兴松了口气 青州就青州 总好过眼周府 只要能离六哥近一些 比什么都好 真让他去千里之外就翻 那多孤单 嗯 没什么事下去吧 收拾一下 这两天就走 朱远章道 朱兴点点头 刚准备离开 可旋即想到了什么 停下脚步 再次跪了下来 父皇 儿臣就翻之前 有一事相求 你想为你母亲求情 朱远章就没道 咱不是说了 这件事你莫管 咱自由主张 朱兴摇头 儿臣知道 自己余孝 但实在是不认母亲 在冷宫受苦 只要母亲吃饱穿暖 有人伺候 儿臣就翻遍再无牵挂 六哥说 做人最重要的是 念头通打 恳请父皇 高抬跪手 说着 他崇重地向朱远章 刻了三个响头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3章 男兄男弟 虽说朱兴胆小懦弱 但是就孝顺这一块 朱远章还是挺欣慰的 余孝 那不是余 而是发自内心的真 大叶以孝治国 孝 也是朱远章最认可的 他叹了口气 蛇氏如此对朱兴 朱兴却能以德抱怨 这何尝不是朱兴身上的闪光点 罢了 起来吧 朱远章对王狗道 把蛇氏接出来 派人伺候住 王狗急忙应声 朱远章道 这下你可以安心去 就翻了吧 谢父皇 朱兴大喜 急忙谢恩 离开皇宫后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忍不住笑了起来 两日后 朱兴带住文武群臣 和七千五百人就翻 朱远章赏赐了金银若钱 外加二十万亩良田 朱兴的离开 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因为随之而来的 便是安庆公主 下嫁新科状元欧杨伦 看清楚 是下嫁 而不是上公主 朱远章 只是向天下的文人做表率 而且明年的科举 他也不打算 只从国内选择 既然大叶承载了天命 那么索性放开 继续面向三国取士 消息一经传出 天下再次震动 众人都纷纷夸张 朱远章有气吞天下的雄心 欧阳伦 张志忠 这都是绝好的榜样 入了大叶 能做官 还能娶公主呢 谁不想去大叶大展拳脚 而欧阳伦这段时间 才是真正的体验到了 权力带来的好处 他这个小小的编撰 虽然当了新科状元 但是没有提官 毕竟胜之不武 也体会到了 门槛被踏破的感觉 一开始 他还拒绝那些收礼 可后面发现 这些人太鬼机灵了 他们想让你收礼 有一百种办法 所幸 他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再加上朝廷的赏赐 他不仅被封赏了 一个老大的府邸 除了编撰之外 驸马的名头 还是烧不掉的 那安庆公主 他自然是看过的 长得自然默话说 不过今日 他却是收到了一封信 这信是自北平府而来 前两天 他收到了长沙府的来信 那是晋王的信 恭贺他成为新科状元 他何德何能 能够然晋王如此看重 而今日 再次收到了燕王朱棣的恭贺信 他便反映过来 自己这个新科状元 有多吃香 这也侧面证明 这两人有其他的想法 欧阳伦拆开信看得起来 内容跟他想得差不多 先祝贺 然后套近乎 最后便是贺礼 从贺礼上来看 还是燕王比较豪爽一些 不过欧阳伦出来乍道 也不敢随便站队 太子名声也很好 虽然竟然受了伤 可陛下还在 下面又有太孙 他并不看好这二人 当然 他也不敢得罪 能左右逢源是最好的 不过燕王随即 还送来了一对美女 这就让欧阳伦 有些招架不住了 平民出身的欧阳伦 一步一步走到今日 靠的全都是自身的自律和努力 权力 财富 美女 总会让人沦陷的 欧阳伦很清楚 以他的地位 权力 财富 来得很快 但是美女就不一定了 做地序虽然好听 但实则是各苦哈哈 想要纳欠 那必然是要经过公主同意的 说实话 名声一般 随便打听 就能打听到 一个娇蛮的公主 相处起来 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可她没有王守阳的骨气 心科状元虽然好 但是成为地区更有保障 朱迪的礼物 送到了她的心看 看着这些娇滴滴的侍女 一个个身段妖娆 说话也是软软诺诺的 那骨子香味 便让人心圆一马 恨不得挨个试探一番 春风的一马提及 她这等青年男子 如何能忍得住 当夜便流连花丛之间 王守阳带着阿富郎贝离金 再走了快一个月后 主仆二人终于来到文灯县外 阿福苦着脸道 天老爷 咱们总算到了 少爷 我实在想不通 咱们有马车位甚不坐 偏偏要一边 走一边跟着商队 你是不是傻 我若是坐班车 注意站 你觉得我爹能找不到我 王守阳道 再说了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次行路 也让我看到了很多 之前不曾看到的风景 阿福擦了擦鼻涕 少爷 风景填不饱肚子 这一路上 咱们吃好喝好睡好 银子早就不够了 今晚咱们怕是要睡路边了 前半个月 他们潇洒得不似逃难的 后半个月 他们一天比一天过得苦 别说住宿了 那里有破屋破庙 就往那里钻 吃的也变成了钱摩硬饼 就这凉水 阿福生 生饿受了七八斤 走路都发虚了 说起吃的 王守阳肚子里 也是一阵翻腾 看着近在眼前的文灯 现 一文前南岛英雄汉 咱们既然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只要陷到了威海王 肯定能吃一毒饱饭 听说威海王麾下的菜罐 乐善好师 门下网罗了不少人 只要是有才能的 能前实事的 只要身上没有案子 不论出身 他们都收 少爷 你贵为荆轲状元 他们肯定会收你的 阿福咽了口唾沫 我要吃鸡腿 一手一个 没出现 咱们千里迢迢过来 就为了去菜罐手下 既然来了 那自然要先正主才是 王守阳自信满满道 你且看好了 三句话 我就能让威海王 自动给我吃的 当真 阿福厄的前胸贴后背 为离火烧一样 那还有假 王守阳抬脚走禁文灯线 此时文灯线城墙已拆 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高了许多 而且 外城正在拓剑 灰尘很大 不过 进入城门的那一刻 他就被守城的士兵给拦住了 你们两个 等一等 王守阳不解 这位军哥 有事 那守城的将士道 把你们的录影拿来看看 王守阳急忙地上录影 那守城的士兵 看了后 对二人道 你们特地从硬天过来 想必原本的日子不好过吧 不过 来了这里后 你什么都不用想了 就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4章 厄运砖挑苦命运 王守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这位军哥 我 你别紧张 拿了这个东西 你去那边的登记一下 到时候就可以领物资 有一副鞋子 还有吃的 你们若是有一技之长 还能够优先分到房子 安排工作 到时候 若是开荒有多的地 还能够给你分地呢 那士兵很热情 一般来为海卫的人有三众 一种是行脚的商人 另一种就是押送货物的飙人 第三众就是得知这边的政策 慕名而来的百姓 见二人穿的绍 又狼狈 那士兵以为是来投奔的百姓 因此很是热情地为他解释 极力地减少他出来此地的焦虑 我们是来找威海 阿福话还没说完 王守阳便捂住了他的嘴 谢谢君哥 王守阳接过士兵手里的条子 千恩万谢 然后拉着阿福离开 进城之后 阿福道 少爷 你为啥我嘴啊 你傻啊 若是告诉他们 我们是来找威海王的 你猜他们会 不会把我们抓起来 王守阳忍不住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笨 阿福捂住脑袋 满脸的委屈 可是 是你说三句话 就能让威海王给咱们吃的 现在我连威海王都没见到 就能吃饱穿短 那我为何不等等 王守阳看着手里的条子 不由笑了起来 这一路上天行角的商人 说了许多威海卫的政策 总觉得有些不切实际 今日 我倒要看看 是否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 阿福嘴里嘟囔着 再好又有多好 最多给你一碗粥 了不起给你两个馒头 王守阳忍不住又敲了他一下 一碗粥 一个馒头 都是人家好心施舍 不要钱的东西 你还嫌这闲呢 阿福这下不敢再胡说了 满心都是怨气 都怪那什么威海王 把自家少爷弄得五迷三道的 好好的荆轲状元不做 大好前程不要 功名被隔出不说 还非要不远千里跑到这里 来吹冷风 正值冬季 海风不小 他们穿的又不多 一时间都开始瑟瑟发抖 来到移民登记处 外面已经派了挺长的队伍 足有七八个队伍 考虑到人太多 这边还搭建了棚子 每隔一段距离 还设置了探盆给他们取暖 阿福双手放在袖子里 吸着鼻涕道 少爷 这怎么这么多人 王首阳根本不搭理他 而是开始跟身边人搭话 大娘 您来助作甚 这小伙子说话真逗 来这里自然是加入危海位的 那年迈的大娘道 王首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听您的口音 不是本地人吧 是本地人就好了 就不用这么老远地折腾了 大娘叹了口气 我这也是没办法 才跑过来向危海王殿下求助来了 王首阳皱起眉头 便开始询问缘由 只听那大娘道 老婆子是青州人 命苦 年轻的时候丧父又丧母 中年又丧夫 辛苦把儿子拉扯大 让他成家 可运气不好 我儿上山采药 不幸摔断了腰 至今不能劳作 这家里的顶梁柱一倒 村里人都欺负我 媳妇也跑了 留下一双儿女 老婆子一把年纪了 还有今年好活头啊 说到这里 这大娘也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王首阳顺着她的目光 看到了一旁板车上躺着的男子 那男子受得很 满脸的惭愧 板车旁边 还站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家伙 大冷的天都穿得很单薄 好在这里人多 又有碳盆 倒也不会太冷 周围人也满是同情 不断地安慰大娘 王首阳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抚 麻绳砖挑戏处断 额运总找苦命人 相比这老大娘一家 自己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再好的话说出来 都显得虚伪 她不由问道 青州距离这里 可有好鸡百里 您怎么来的这里 怎么来的 自然是推着来的 不过老婆子运气好 碰上了行脚商人 他们献老婆子 可怜就捎带了老婆子一脚 老婆子手脚也快 帮他们洗衣做饭 倒也没有太腹累 老大娘擦了擦眼泪道 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而这样 我都准备把这两个孩子 卖给地主家当仆人了 最起码日后我不在了 他们还能吃一口饭 能活下来 不过 后面 我听那些人说 威海卫这边免税 而且找人 只要愿意落湖威海卫 不仅免税 还给地 给粮 甚至还给找公呢 老婆子一家妇孺 莫什么用处 只能厚着脸皮来这里 碰碰运气了 或许是觉得太愧疚 他双手捂着脸 不敢看人 那个躺在板车上的男子 也是无声落泪 一个劲地抽自己的脸 我是废物 我真是个废物啊 两个孩子也跟着哭 这一幕 不知道看红了多少人的眼睛 而这些底层的百姓 最是能够共情 一个个都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我也是 这两年年紧不好 再努力种 都种不出可以果腹的粮食 太难了 所以 我也过来碰碰运气 带着老娘还有一家子过来 我莫什么本事 但是重力不错 也有一膀子力气 我也是 听说威海王爱民如子 是万万不会嫌弃我等的 若威海王殿下 愿意收留我等 我等院士带供奉他 为奴为婢 也在所不惜啊 话落 众人都是纷纷点头 王守阳内心说不出的出动 他突然觉得自己愚蠢 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 又有几个日子 是过得好的 不纳粮 摇一馆饭 这就胜过世间九成的地方了 而且 威海王爱民如子 世人皆知 西年以一己之力 养活十数万百姓 整整一两年 无一人饿死 谁不想 来威海王的番地 当一个太平犬 吃一口饱饭 这一刻 他有了明目 他又看向屋子里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一个个手里 都捧着满满的物资 还有吃的 他们跪在地上 喜极而泣 威海王殿下千岁 我老爹老娘 可以吃饱穿暖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心头都 生起一股暖流 王守阳攥着拳头 他知道 自己放弃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5章 考试 我爹的病有志了 一个中年男子跪地痛哭 看着躺在板车上的老父亲 说道 爹 这边收下咱们了 您的病也有志了 老人很虚弱 可听到儿子的话 也挤出一个微笑 说道 而啊 一定要牢记 威海王殿下的恩情 这一幕 在这个棚子里 不断地上演 众人都是从天南地北赶来的苦命人 为的就是一个活命的希望 人谁都知道 威海王掏钱掏物资 都是吃力不掏好的事情 可人就这么做了 不仅做了 还做得很好 无恒产者给恒产 无业助帮忙置业 患病者免费治疗 不用缴纳粮税 一年只需要在农闲时期 抽一两个月出来发摇意 而发摇意的地点就在威海 管一日两餐 简直闻所未闻 献所未见 很快就轮到了王守阳 王守阳拿着自己的录影 还有条子交给了办事处的人 这些人很热情 询问的也很仔细 得知王守阳是个读书人 这些人更加的热情 来威海卫这边的 一般都是普通人 而读书人 不是走投无路 不会到这边来 若是有功名在身 一般不愁吃喝 先生 可有考取功名 王守阳想了想 说道 无有功名 但在下三岁学文写字 四书五经道背如流 能写能画 文言 众人也莫在细问 说破天也没有功名 连同生都不是 说明了 此人才能有限 不过诸军的意思是 不以功名伦才 随即 他们又将王守阳 引到了另一个小房间 王先生 这里有一份殿下出的试卷 满分一百 若能答对五成便算及格 王守阳看着手中的试卷 觉得格外有意思 若满分呢 目前最高分也才七十分 考官道 王守阳跃跃欲试 随即便开始做卷 这卷子也格外的有意思 内容多是一些数算 然后便是明证方面的问题 涉及到的方面 有好几个 王守阳心想 这卷子出的倒是别出心裁 看起来 维海王是想挑选综合性的人才 前面一些题目都相对简单 可越往后 就越难 其中有两个题目 让王守阳都微微错愕 这是上市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若母亲和父亲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王守阳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可看着这两个题目 他倒是越发觉得 维海王是个妙人 这种题目人 谁看到了 都要发懵 想了想 他开始作答 也就大半个时辰 他上交了试卷 考官看着整齐的试卷 还有那如刀锋一样的字 不有点头 有没有才 官字便知 这小子倒是写了一首好字 先生稍作休息 喝些热茶暖身 若是饿了 吃些点心 考官拱拱手 随即离开 阿福问道 少爷 你为什么不说 自己是荆轲状元 然后告诉他们 我这个状元被贬斥了吗 王守阳白了他一眼 眼下不扯急去找危害王 我想看看 接下来他们怎么 分配我们 头诚固然好 但我还想多看看 王守阳是个极度骄傲的人 否则也不会在金丸殿上 当场顶撞朱远章 他认定的事情 就算是石头牛 都拉不回来 但他只是直 并不是傻 朱军做得太好了 可就是如此 他才更想看看朱军的不足 自己若是有才 就算从基础做起 也必然能够明生确起 如此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底层才能看到 危害王思想的体现 从其中 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少爷 大餐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王守阳敲了敲他的脑袋 方才你一口气吃了五个大馒头 还莫吃够 阿福擦了擦嘴角的碎末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吃干了 想喝口鸡汤润润嗓子 王守阳都气笑了 不过也怪他 对这个小树童极吼 吃住都是随他一起 自小一起长大的 自然莫太多拘束 就在二人半嘴的时候 几个考官凑一块批月诗卷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分数出来了 几个人一合计 正确率居然高达九十 这么高的分数 卫手的考官道 去通知一下蔡大人 姜氏卷送过去 这是个人才啊 殿下知道了 肯定高兴 威海卫需要人才 而不是单单是目不时钉的百姓 和孤寡妇孺 说实话 一千个人 可能六百人都是妇类 不是小孩 就是妇孺 剩下的人 要么没有傍身之能 要么就是一个字 都不认得的穷错大 他们要为他们安排住所 前期还要保障他们的生活 后勤压力很大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数以万计的百姓 涌入威海卫 将这个不怎么大的县城 塞得满满当当的 不少人都劝输诸君 只收人才 不要将这些人随便收下 一般都是走投无路的人 才会背井离乡 来这边碰运气 要知道 这边现在每日的支出 都超过了一千五百两 一个月就是四万五千两 这还仅仅是物资上的支出 还没有算上建坊所需 扩建县城的费用 有人算过一笔账 若是想要将为海卫 打造成一个人数 超过五十万的大城 所耗费不少于二百万两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为海王府浑然不惧 也不压榨百姓 只是默默地承受拙 因此 也让所有百姓更加地感激 蔡冠这会儿 正在看着各地门徒 发来的情报 这两年 他为为海王府 招揽了不下上千个门徒 这些门徒 都是有本事的 末世的 他压根瞧不上 这些人 现在大多都到了底层 去充当小力 当然 有本事都是其次的 收下他们最重要的 便是对诸君的忠诚 蔡冠也是将忠于 诸君列位了第一要事 私底下 他们都以威海王走狗自称 只不过这些人 大多留在了应天和凤阳 要不就留在江南 宣传诸君的思想 威海为这边人才凋敝 所以如何人 才引进 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在他看来 殿下此举 虽然吸引了大量的人过来 但是想吸引真正的人才 却没有那么容易 手机用护倾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6章 选择 想要吸引人才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以官身诱之 威海王府官员 小利都是有定数的 完全可以把这些名额 拿出来吸引他们 虽说名额有限 可如果交给他运作 肯定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才前来 只要他们来了威海味 蔡冠有把沃浆他们留下来 正想着制作一个计划 手下匆匆来报 蔡大人 移民管理处那边送来了试卷 有一个人正确率达到了九成 哦 蔡冠来了兴趣 这试卷是朱军青自做的 府内不少人都做过 分数最高的 也才八成五 能做到九成的 那必然是人才 他拿过试卷 认真看了起来 居然是这东人 看来是慕名而来的 不过此人如此有才 居然没有公名 蔡冠摸了摸下巴 顿时觉得此人有点意思 他对手下道 将这位王先生 请到这边来 态度一定要好一些 很快 这位没有公名的王先生来了 王首阳进来后 蔡冠便匆匆打量了一番 旋即起身 拱手道 在下蔡冠 是威海王府点步 王阳明见过蔡大人 王首阳好奇地看着蔡冠 此人的名声 可谓是如雷贯耳 当年的应天府八海之一 今日却为威海王府的点步 而且也是名声在外 即便他在这东 都听过蔡冠的名号 一番寒暄后 蔡冠觉得此人谈吐不凡 虽然穿着普通 浑身却透着一股贵气 这种贵气 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不过方才询问中 此人也说了 他家祖上是书香门第 不过此时是破落了 得知威海王就藩 特地前来问前程 蔡冠又问 先生为何不可举 好了 公民被剥夺了 蔡冠一愣 为何 不愿入汉陵 王首阳如实回答 蔡冠都猛了 再次打量王首阳 脑海中突然冒出来 一个人的名字 王阳明 王首阳 他猛得起身 你是荆轲状元 前汉陵院学士之子 王首阳 王首阳苦笑一声 才大人见笑了 正是在下 你为何不自报家门 蔡冠不淡定了 王首阳拒绝陛下刺官 被剥夺公民 后面听说王首阳 离京不知所踪 他一直在寻王首阳 可这么久了 半点动静都没有 却没想 王首阳居然出现在了 自己的眼前 害怕被抓 王首阳苦笑道 杨明乃我自 只不过知道的人不多 你方才为何不说 因为蔡大人迟早会知道 在下的身份 与其藏着掖着 还不如相告 王首阳很清楚 自己已惊入了蔡冠的眼 那就不可能藏得住 不过 蔡大人 在下有一事相求 蔡冠回过神来 眼神复杂地看着王首阳 此人是有大才的 书香门第 难怪他举止谈吐如此不凡 他失踪后 就有人说他来为海卫了 只是无人知道他的踪迹 眼下王首阳自己送上门 倒是让蔡冠激动了起来 这是多好的一面旗帜 只要稍加宣传 必然能够让殿下身为大掌 你说 压下心中的激动 蔡冠看王首阳的眼神 越发地欣赏 更是主动给他倒茶 我来为海卫这边的事情 暂时不要传出去 王首阳苦笑道 为何 蔡冠诚没 你来这边 不就是为了投奔殿下的 你可知道 殿下也早就关注到你了 若知道 你来了 必然高兴 肯定会重用你的 我知道 我只是想再看看 这一路上 旁人都在说 威海王如何如何好 我一直相信 眼见未识 而听未虚 今日我莫失望 但我觉得 威海王的策略还有问题 我想先在威海未待一段时间 还有 若是我在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我父亲肯定会亲自过来找我 将我抓回去 菜冠不由失笑 这也是个离经叛道的家伙 不过也是 放着好好的状元不做 地序不做 一路上隐姓埋名风餐露宿 来到了威海未 也是不容易 菜冠可以肯定 这世上九成九的人 都难以拒绝这种诱惑 他拍了拍王守阳的肩膀 世人都笑你愚蠢 荒唐 但是我可以保证 来到威海未 加入威海王府 将是你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事情 说着 他顿了毒 又道 既然你暂时不想暴露自己 那就继续用王阳明的名字 假以时日 王阳明之名 必将明动天下 让那些不看好你的人瞧瞧 就算不当状元 你也依旧可以闯出一番名头 不能利用王守阳的名声 固然可惜 可能够留住这个人才 更重要 假以时日 王守阳必然扛起 威海王府的招牌 菜冠心之自己才能不足 也就善于交际 能网罗人心 成大事 还是要靠这些人才 多谢蔡大人成全 王守阳感激到 随即菜冠 让人将王守阳 列为高级人才 高级人才 享受的待遇很好 不仅仅有单独的院落 还可以选择岗位 一般都是文职人员 薪资也是很高的 你想去哪里 菜冠说道 威海为地方虽小 但是武脏俱全 正攻农商 这四个体系 你自己选一个 王守阳思索了一会儿 蔡大人 在下 可以全部走一遍吗 我都说了 你我年纪相仿 就不要称 我为大人了 咱们与兄弟相衬 王守阳不是池中之物 自己若是拖大 日后人家受重用了 岂不尴尬 还不如现在迈个好 放下一切远道而来 是心智坚定之辈 可谁说这众人 就不需要关怀和看重啊 恰恰是这众人 更需要尊敬和关怀 所以 他说道 王兄 如果你想做出成绩的话 自然是加入政务体系 也是最快出成绩的 宫这一块 分得也细 主要是修和剑 还有土地划分 因为要和土地打交道 所以繁杂的事情很多 不过出成绩 也是比较容易的 农就不说了 耗费时间长 很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 专业对口的人 说实话 并不合适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商阅读更方便 第717章 在线李湘峻 蔡官解释道 农科可不单单 只是饮水挖渠这么简单 专业性很强 我们这边的农事科 起码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学习 才能够胜任 王首阳暗暗怎舌 至于商 也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 除了招商引资之外 还有商业规划等等 考验的 是个人能力 我个人建议你 这一块比较合适 因为威海卫的商业 氛围很好 除了应天商会之外 还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商骨 这都亏了咱们这些年的经营 再加上咱们手里 捏着宁波甫海帽的名额 所以 只要进入商务部 出成绩是早晚的问题 不过 你千万不要觉得 这重视是剑业 在殿下眼中 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好比现在威海卫取消了农税 那么日后 必然就要用商税 来补充这一块 王首阳点点头 他对很多东西 都是一知半解的 可听了蔡冠的解释后 豁然开朗 加重商税 不也是与名争利 这你就不懂了 若是你要加入商务部 也是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的 日后你就明白殿下的苦心了 蔡冠道 王首阳仔细思索起来 他一向不是个没守成规的人 喜欢新鲜感和刺激感 政务无疑是拍在首位的 其次就是弓箭部 农科部 商务部 在很多人眼中是卑贱的 若是让他老子知道 自己在这里招商引资 怕是要气个半死 可偏偏王首阳就对这一块感兴趣 方才蔡冠迟说了一些新奇的观点 就让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事件 他觉得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那就商务部吧 蔡冠点点头 好 不过你才来为海外 我先带你去住所 先安顿下来 到时候我带你去县沈兄 商务部是他主管 有劳了 王首阳道 很快 蔡冠就带着王首阳 来到了外城的高级人才住所 这一块是最先修建好的 院子不大 但是住一家人还是比较轻松的 前后有两个院子 四季清看起来特别的好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住所 俸禄这一块 还需要看你任职哪个职位 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困难 就在前面的管理处 找门房大爷就行了 说住 蔡冠便离开了 人不能好太快 也不能好太过 细水长流才 是王道 少爷 这里有银子 阿福一纸房间桌子 眼睛都发亮了 急忙拿过来数了起来 少爷 有十两吗 王首阳叹了口气 心说这蔡冠接人待悟 简直了不得 从见面到现在 不过一个时辰 他就觉得 蔡冠这个人可骄 不过 他现在也得却差银子 去买烧鸡 肘子 外加一坛酒回来 王首阳摸了摸肚子 本少爷要大吃特吃 朱军看着蔡冠送来的折子 笑了起来 这王首阳 倒是个庙人 不入汉陵 天生要来我这个小庙 王首阳 王阳明 这世界倒是原来越乱了 不过 一般有个姓的人 都是有能力的人 要是王首阳有能力 朱军不介意帮他一把 就冲他放弃一切 奔赴而来 朱军也不能让他寒了心 就在这时 寻步三走了进来 殿下 秦姑娘 李姑娘都到了 秦燕如此前一直在扬州 李湘军一直在松江府 朱军也是安顿下来后 才想起两女 他想念秦燕如的宴 也想念李湘军的乡 这两女之美 难分伯仲 距离上一次也半年了 秦燕如倒是还好 知道自己的身份 就安安稳稳地 在扬州府养尊处优 日子过得很好 也挺会享受 据说这半年多 李湘军瘦了许多 将二人接来之前 朱军也给夫人们 打了预防针 他们倒是没说什么 朱军只能再一次 敢探风建设 会对男性的友好 身份越是高 对女人的占有权 就更高 朱军没有先去找秦燕如 而是先来到了 李湘军所在的院子里 李湘军穿得很素雅 站在凉亭里 身披大厂 一看就精心装扮过 他想起了在小船上泛舟 跟李湘军一起钓鱼 又在松江府 和李湘军一起海调 感受着大海波涛翻滚的力量 走之前的坦然相见 也让朱军感受到了他的真心 相军 朱军放慢了脚步 喊了一声 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李湘军浑身一颤 他缓缓转身 看着朱军 末的眼眶就红了 看着朝思暮想的情郎就在眼前 李湘军满腹委屈 当初说好三月变剑 可现在半年都不止了 他知道 自己的男人是朝廷钦差 必然公务繁忙 守着自己 他都以为自己被遗忘了 只不过 见面时他不想落泪 也不想让朱军 觉得自己脆弱矫情 他硬生生将眼泪憋了回去 然后挤出一个笑容 道 陛下这一次又派遣 你来威海威功前 若是陛下不前你出来 你是不是就想不起我了 闻言 朱军心里有些惭愧 他一把将李湘军拥在了怀里 本就苗条轻瘦的娇人 身体似乎比之前更轻盈了 抱歉 让你久等啊 朱军没有解释 只是拥着他 直将他 吻到不能呼吸 两久后 李湘军满腹的委屈没了 知觉的脸上滚烫 身子酥麻 一双脚软的像面条一样 男人抱起他 他一时 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他也不作声 只是柔情似水地看着他 任由他失位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彻底将他撕碎 胡伦地吞下肚子 等到男人心满意足后 李湘军过了许久思绪 才回到自己身体里 那种安心和满足感 那重不留一丝缝隙的感觉 让他所有的不安 统统没了 他手指在男人身前画着圈 这一次 我能在你身边待多久 我有好久 没有看到父亲跟妹妹了 他们现在安好吗 朱军轻抚着预备 说道 我已经派人 去将他们接过来了 不日就到 这一次 我不会留你一个人了 想留多久 就留多久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8章 谈完之地 也配狗交 当真 李湘军喜不胜收 那是自然 朱军笑了笑 二人在床榻上休息了一会儿 这才起身 李湘军多日未成君恩 这会儿只觉得浑身酸麻 但是心里又觉得舒坦 守在这男人身边 总是那么安心 殿下 有窝岛国方面的急报 巡步三走进来 看了一眼李湘军 说吧 朱军道 这会儿 李湘军脸色也是瞬间变了 窝岛国北朝从大河 派遣了使者过来 请求 觐见殿下 巡步三道 来人是谁 是后提胡天皇手下一个臣子 巡步三回道 一个臣子 朱军冷哼一声 也配来跟本王商谈 他这一次带了多少人来 不足三百人 携带了一些贡品 巡步三道 那臣子说 他们要来朝拜陛下 希望能够受封 打得好算盘 南朝足利加把持 北朝则是心田一针 南木正成 木府无力 各路大明崛起 北朝希望得到咱们大业的封赏 拿下大意 敲山镇虎 以此 来一桶窝岛国 朱军可太清楚这些人的算盘了 一个完整的窝岛国 不符合大业的利益 他巴不得窝岛国越乱越好 到时候收拾起来 也方便 不过 倒是可以利用一二 你先下去 本王一会就过去 朱军道 巡步三点点头 匆匆离开 李湘军眼神复杂地看着朱军 你 你是巫王 不对 你是威海王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钦差 难怪你 收拾原家一如反掌 抱歉 之前出行江南 化名李白 也是无奈之举 朱军道 之所以不告诉你 也是害怕吓着你 李湘军悠悠地叹了口气 殿下倒是真的吓着我了 若知道你是殿下 给我几个胆子 也不敢碾你 朱军笑着 将他揽入怀中 入我门中 便是我的人 现在想走 晚了 那殿下当 如何处置小女子 处置太过了 朱军捏着他的下巴 你日后就留在我身边 给我生儿育女 私底下无人 以前如何 那我就如何 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绝不阻拦 李湘军咬着嘴唇 真的 我何时骗过你 你说三月便来 我哭哭等了你大半年 我那时候被事情耽搁了 你也知道 朱军苦笑道 李湘军献朱军满脸无奈的样子 扑刺一声笑了起来 我知道你在外出征 又忙着剿匪开海 还要监口 你大忙人一个 小女子岂敢耽误殿下 处理家国大事 不气了 还有点 气你瞒我 不过 你是李白也好 是威海王也罢 终是我自己选的男人和依靠 你人凭我相信 所以 我信你不会辜负我 当初你早就说了 你有家事 是我死皮赖脸的缠着你 现在看来 还是我转了 当亲插的小妾 自然是没有当为海王的小妾威风 当小妾还有威风的 朱军自然能够听出 她话里自我调侃的意思 不过 这女人当真实的聪明人 这很好 免得她多废嘴皮子 秦彦如的聪明 在于她的坦率 李湘军的聪明 在于她的接受能力 晚些时候 我带你见见其他人 你不用紧张 他们都挺好相处的 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和规矩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处理 提上裤子就走了 李湘军道 也不知道我何时 才能似李兄这般潇洒 若我也是男人 我也要像李兄这般快活潇洒 处处留情 朱军捏了捏他鼻子 你若是男人 还不知道要迷死多少女子 看着朱军的背影 李湘军叹了口气 钦差也好 威海王也罢 这只会证明 我的眼光好 所托之人 终究是良人 他心中是欢喜的 因为早就知道朱军有家事 所以 他便将期待值 降到了最低 起初只是想让朱军 抱住自己一家人 那喜欢中 夹杂着一丝丝的功利心 在解除危机后 完全跟朱军同贫后 他倒是真心实意地 爱上了对方 要不然 也不可能日日思惧 对他而言 朱军是任何身份 他都无所谓 所以 他方才说的那句转道 倒真的是心里话 而此时 威海王府内 王府的大体已经完工了 年底能够彻底完工 除了工匠之外 朱军还发了摇曳 现在已经过了农忙 一些人也没什么营生 朱军管他们一日三餐 隔三差五还有婚薪 对他们而言 可是一项美差事 朱军也不用在小木屋办公 大厅很简单 但是摆放的家具都很讲究 全都是沈二宝搞来的好东西 而大厅里 自称自己是星田义勇的男子 跪在地上 恭敬异常 小陈参见威海王殿下 星田义勇看起来三十多岁 个子不是很高 但是看起来很精明的样子 星田义真是你的谁 朱军坐在上座 也没有准许他起来 居高临下地问道 是小陈兄长 星田义勇心中有些冒乎 不过 自己这一次是来求人的 自然得有求人的样子 听说你兄长在北朝纵横 连后提胡王都要听你兄长的话 威海王殿下 是后提胡天皇 星田义勇纠正道 天皇 朱军嗤之以鼻 也配 既然如此 那你们还来大业作甚 威海王的殿下 小陈是来朝贺的 听说大业大破了硬仓 占据了天命 天皇陛下特地派遣小陈来祝贺 愿和大业永结同好 朱军摇头 窝岛国这个国家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哪怕这里是大业 也依旧改不了骨子里的卑鄙 你强盛时 他们唯唯懦懦 你若是稍微打个盹 他们便在你面前反复横跳 色力那人 你越是嚣张 他就越是恭敬 你是听不懂本王的意思 朱军冷冷道 称臣就要有称臣的样子 你一口一个天皇 置我大业 皇帝陛下于何地 区区弹丸之地 也敢在本王面前苟叫 是你们飘了 还是觉得大业收拾不了你们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19章 色力那人 威海王殿下 我等没有和大业为敌的意思 兴田义勇急忙道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朱军冷笑道 一个弹丸之地 分为两朝 连自己麾下的大明都管不好 也配称天皇 自古以来 倭岛国就是中原的附属国 寿风都是称王 谁给你们的胆子 自称天皇的 威海王殿下息怒 小臣也是实君之路 大家都这么叫 小臣总不能乱叫吧 兴田义勇无奈 只能这般解释 而这时候 另一人道 威海王殿下 这可不是戴克之道 都说中原大国乃里一只帮 今日却其我国小 这岂不是含了我们的心 倭岛国虽然尚未一统 但是中原不也如此 常言道 得道者多住 师道者寡住 难道威海 王要叫我们赶出去 朱军看着这个伶牙立齿的人 你叫什么 那人不卑不亢道 小臣南木成才 南木是个好木材 你们家祖宗倒是会选名字 朱军道 可惜了 出了你们这么个朽木 南木成才连长得通红 哪有一上来 就问候人家祖宗的 你 朱军冷声道 你们想利用大业 来获取天命 从而一统窝岛国 必要时候 还要让大业帮你们 对不对 此话一出 二人脸色是变了又变 他们二人过来 得却是为了这个 威海王殿下 我们是真心实意 想要跟大业建交 少来这一套 若不是你们 觉得大业强盛 你们会过来 朱军冷笑道 还不是献本王 把族立家的人 打得屁滚尿流 你们才过来打秋风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就你们带的 那点歪瓜裂草 本王瞧不上 一个不遵亡命的国家 大业为何要帮忙 让你们乱下去 不更好吗 免得你们时常来 侵犯我大业的海防 说起这件事 本王就冒火 朱军上去 就给了两人一脚 你敢说来 大业捣乱的人里 没有北朝的人 两人直接被踹蒙了 趴在地上 愤怒的不行 见过蛮横的 可没见过这么蛮横的 一言不合就踹人 大业的亲王 都是这种人 那大业的皇帝 岂不是更蛮横 不过挨了两脚后 这两人也老实了 威海王殿下 这件事跟咱们 北朝末关系 都是南朝的人钱的 少放屁 南朝比你们实力雄厚 你们就是穷哈哈 所以才会来大业打秋风 朱军又是一脚 南木成才二人气的不行 但是他们 也不敢还手 他们的人都在外面 大厅周围都是带刀侍卫 哎哟 殿下 听小陈解释 殿下 我们是真心实意 朝贡大业 朱军打了一通 心情也舒畅了不少 这才让人赐作 这一下 二人老实了 也不敢一口一个天皇了 他们正惊危坐 在哪里 朱军道 实话告诉你们 帮你们也不是不行 上次足利家的人 来侵扰我威海味 本王肚子里憋了一肚子火 但是本王 也不能随随便便跨海 去攻打他们 当然 报仇是个不错的理由 但是本王还需要 更好的理由 文言 新田一勇眼前一亮 这个理由 北朝可以给殿下 等小陈进了宫 陷到了大业皇帝陛下 小陈就向大业皇帝请求援助 如何 朱军笑了起来 如此可叫 南木城才此刻觉得 朱军不仅是个莽夫 还是个好战分子 南朝那些人来这边打秋风 又恰好碰上朱军就番 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机会 此番若是能够接受大业的册封 他们的天皇便是真正的正统 可以设服人心 若是朱军出兵 那就更不一样了 必然可以打得南朝节节败退 假以时日 他们必然可以再次一统天下 想到这里 南木城才看朱军也顺眼多了 脸上的伤也不那么疼了 他脸上也多了一丝谄媚的微笑 威海王殿下全打硬仓 脚踹南朝也自然不在话下 若殿下愿意出兵协助我等 那我等将世世代代铭记殿下和大业的恩情 永为大业邦国 听从宗主国的赵令 朱军看着二人 果然这些人就是贱皮子 打了一顿后 说话都顺耳多了 话虽如此 不过出兵也不容易 若去少了 没什么用处 去多了 这粮草资重 所耗费的物资也是隔天文数字 你们就不表示一下 二人一愣 宗主国协助翻国 还需要表示 威海王殿下 我们北朝积弱 国库空虚 少废话 朱军道 要么你们承包这一次的物资 要摸本 王自己出兵打下南朝 到时候就赖着不走了 你们看着办吧 两人气得想骂人 这哪里是秦王 摆明了活土匪吗 这还没出兵呢 就开始敲诈勒索 谁受得了 威海王殿下 这种大事 也不是我们两个人能决定的 听 王派遣我们过来 主要是朝贺 其他的事情 我们莫太多的决定权 南木城才苦笑道 不如我们先派遣人回去 等我们从京城出来 想必也有回应了 而且 现在也年底了 快也要明年才能够出兵 没粮草 就用钱银抵扣 本王不挑剔 朱军道 要是你们出不起钱 那本王就自己来了 哦 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们了 其实南朝那边 也有人过来接触 若是他们在你们之前 得到了大业的册封 那你们北朝 便岌岌可危了 二人瞳孔微缩 眼中满是忌惮 南朝的人也来了 如真是如此 那他们岂不是晚了一步 南朝实力本来就比他们强 若是此刻得了册封 北朝就真的危险了 而且这位海王毫不讲理 蛮横又贪财 若南 朝出得起前营 那 想到这里 星田一勇深吸口气 说道 殿下 小臣这就派人回去禀告天王 一定用最快的时间给殿下答复 若是殿下能够帮助我等接受册封 日后必有重险 南木成才也跪在了地上 小臣恳请殿下 驻北朝一臂之力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20章 坐地起架 二人跪在地上 朱军手 只敲击在桌面上 打窝岛国 他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只不过贸然发兵 怕是会招来非议 所以 这一次北朝的人过来 他才会接线 南朝的人自然是莫来的 这个时期 窝岛国战乱纷纷 再加上中原也没有一统 都周边各国的威慑力远 没有达到巅峰 但是北朝的人不知道 朱军随口胡周了一句 这两人就急了 帮你们倒不是不行 但是好处不能少 朱军道 本王麾下几万人 各个都是精兵 莫说横扫南朝 就算是横扫了整个窝岛国 也不在话下 朱军越是说大话 他们二人的姿态就越低 毕竟这位主 可是能够横扫盟员的存在 虽说盟员人示威 但也不是他们可以比拟的 这些日子 朱军的名头 也传到了窝岛国 只是南朝人莫想到 朱军居然来这边就犯了 现在他们 饿了这位爷爷 绝对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殿下愿意协助我等 一切好谈 朱军也没有客气 张口就是百万两银子 两人脸都绿了 虽然窝岛国胜产金银 但是也架不住 张口就是百万两银子 而且 窝岛国的少人多 他们的经营大多都拿出来贸易了 而他们 自己本身是做不出丝绸的 因为他们认为 若是改刀卫丧 将减少粮食 所以 只能从中原进口 即便 因为盟员的关系 窝岛国和中原断交多年 但私底下的海茂走私 源源不断 不单单是浪人 大明 其实北朝也控制着一条走私线 购买粮食 殿下 这也太多了 寻常出征 有个二十多万两足够了 南木城才到 二十几万两 亏你也说得出口 朱军道 我麾下几万人 你可知道 他们每个月的响应是多少 就算是普通士兵 一个月都是三两银子起步 级别越高 响应越多 一个月 单单是响应开销 就要十几万两 大业不是军户制 军户制是不错 可本王麾下的人 就是这种待遇 朱军道 除此之外 一日三餐 顿顿有肉 一个月单单是伙食之初 就超过了两万两银子 发兵是雇佣 雇佣本 王势当抬高价钱 不是很合理 而且船只 粮草 武器 统统都是本王出 打败南朝 本王能得到什么好处 到时候 本王拍拍屁股走人 其他的都是你们的 百万两很多吗 朱军道 既然你们觉得多 那就一百二十万两银子 再说 就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你们可以拒绝 但是本王可以保证 大业不会接受你们的朝贺 到时候 南朝占据大义 说不得 本王还要发兵去攻打北朝呢 可是殿下 南朝人进攻你们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况且 这一次 我方基本没有损伤 朱军装出一副精明是快的样子 总之 你们若是拿不出来 就不用谈了 我父皇母后最疼我 我大哥又是太子 我的话 他们是一定会听的 你们去打听打听 就能知道 我危海王是什么人了 我说的话 顶得过 你们说一千句 一万句 而且 我在危海位 若要发兵 父皇必然是派遣我的 我其他兄弟 都太远 要么就镇守恶药 我就不一样了 就翻为海位 本来就是防备你们 防备高丽 朱军的话 让两人心沉了下去 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也不敢答应下来 那可是一百多万两银子 他们怎么 拿得出来 殿下 可否让我们两个人商量一二 星田义勇说道 可以 明日之前给本王答复即可 说完 朱军便让人送客 二人离开危海王府后 南木城才道 还以为这危海王 是个有原则的人 莫想到 也是个十块的小人 这才符合人性 不是吗 星田义勇说道 据说 这一次南朝的人 被杀得丢盔卸甲 两千多人 逃回去的人不足一成 而危海王的人 几乎没有伤亡 可见对方有多厉害 而且 对方还有秘密武器 就是这秘密武器 攻破了硬场 若是咱们能够得到 这秘密武器 什么南朝 绝对不在话下 你要答应他 那可是一百多万两银子 咱们答应了 天皇还不弄死咱们 南木城才道 若对方真的打下了南朝 那么区区一百多万两 又算到了什么呢 前提是 对方真的愿意出兵 拿下南朝后 又何止一百万两银子 算下来 咱们还是赚的 星田义勇盘算着 咱们不妨答应下来 哄骗对方帮忙 只要咱们被大业皇帝封赏 占据了大义 天皇必然高兴 到时候 咱们再说服天皇 天皇也不会拒绝的 因为从始至终 咱们都没有花一两银子 空手套白狼 南木城才眼前一亮 不错 就是空手套白狼 于咱们来说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而且 你也看到了 威海王麾下的将士 各个高大威猛 恐无有力 一看就是精锐中的精锐 他方才所说 必然不是假话 星田义勇心中是羡慕的 相比高大的大业人 他们窝岛国的人 个头普遍矮小 站在大业人的面前 就像是孩童一样 这等精锐 的却能横扫窝岛国 果然是天朝上国 即便战乱纷纷 没有一统 也远不是 卧岛国能够比拟的 还不如现在 抱紧大业的大腿 等日后大业一统天下 卧岛国说不定 还能得更多的好处 而且 这个威海王谈财得很 如果能够打动他 日后倒是可以利用起来 二人盘算了一番后 觉得此事大有可畏 心情也不由好了起来 于是一日 二人便再次求见朱军 威海王殿下 一百二十万两属 是太多了 要不就一百万两银子吧 小臣也能够说福天王 星田义勇 一副为难的样子 朱军淡淡道 什么一百二十万两 今天涨价了 一百五十万两 少一两 都免谈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涨上阅读更方便 第七百二十一章 二百万二 找个靠山 殿下 您这是坐地起价 星田义勇绷不住了 就算是空手套白狼 可一百五十万两 也推多了 我只负责报价 决定全在你们手上 朱军淡淡道 你们出不起 自然有人出得起 南木城才深吸口气 殿下 难道您就不怕 我们倒向大洲或者大汉 何惧之有 朱军轻蔑一笑 天命在业 我大业兵抢马壮 人心依附 区区窝岛国 还不被本王放在眼里 高丽李家可知道 高丽的吸睛 是被谁攻破的 你可知道 眼下李家基本上 已经将高丽收拾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 李家尊大业剩余 你窝岛国全盛时期 也不过跟高丽伯仲之间 眼下高丽重新整合 而你的国家 却四分五裂 也配来威胁本王 南木成才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的确 全盛时期的窝岛国 也不过跟高丽伯仲之间 早些年高丽分裂成三国 浮于人海特地跑到窝岛国求助 可现在不行了 一个统一的高丽 不是窝岛国随便能威胁的 想到这里 南木成才到 那大洲和大汉呢 三年内可灭 朱军赶了赶衣服上的灰尘 行了 本王已经没耐心了 鉴于你们不识好歹 现在价格涨到了二百万两 什么 两人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见过坐地起价的 末将这般的 简直就是抢劫 威海王殿下 两百万两 几乎是我北朝两年的国库收入了 那是你们的事情 与本王无关 朱军道 你们和本王有什么关系吗 既然没关系 你们能不能出得起价格 关本王批事 你们出不起价格 自然有人能出 罢了 你们这些穷错大 想来是出不起的 带着你的人滚吧 朱军将茶杯中的茶水撇掉 牛五六上前 二位 请吧 星天一涌急了 这家伙不仅贪财 怎么还这般不讲情面 真是掉进前眼里了 他急忙给南木成才十眼色 南木成才叹了口气 罢了 二百万两就二百万两 我们答应了 不过殿下 这银子要是成之后才能给 你们当本王是傻子 朱军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 空手套白狼 就想得到本王的支持 南木成才 脸色越发的难看 这家伙不仅贪财 还格外的精明 也是 贪财的人 一般都会算计 不精明才怪 殿下 如果我们拿着这二百万两 去请求大汉和大洲 他们必然愿意发兵十万来援助我等 不可能 他们发兵十万 国内都不管了 朱军摇摇头 你们还是不懂时局 张州被两国围在中间 看似国土面积很大 占据八百里关中沃土 实则早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陈汉占据岭南之地 西边有南藩 虽然打下了安南等地 但是距离你们多远 你们拿银子过去 他们必然不会发兵 说来说去 目前也就我大业有能力发兵 滚吧 穷酸 不带银子也敢出门谈生意 朱军气得又给了两人脊脚 只将两人踹翻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 他娘的 浪费本 亡两天时间 朱军故意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 以后北朝的人再过来 直接打死 将他们轰走 牛五六配合得也很好 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随即将这一行人驱逐 星田义勇和南木成才二人 被赶回了船 贡品全都被没收了 来时十多条船 回去的时候 一半不到 还都是小船 土匪 这位海王就是活土匪 星田义勇气得破口大骂 行了 别骂了 一会儿咱们走都走不掉 南木成才 飞着脸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说好的来大业求援 结果一事无成 贡品和船都被没收了 这回去 怎么跟天皇交差 怎么办 难道咱们 就这么回去 星田义勇 看着南木成才 不然呢 南木成才道 这家伙虽然像个活土匪 但说的也没错 蒙员现在 就蜷缩在辽东 高丽几乎一统 而且遵照大业的号令 别说大业出兵 就算是高丽出兵 咱们都受不了 那为何不向高丽求援 星田义勇道 威海王明摆着告诉你 能让你去找高丽 再说了 若是对方支援太多 你我反而要小心了 若是对方发兵十万 请神容易送神难 威海王麾下不过三五万人 有贪财 只要给足了银子 一切都好说 南木成才道 而且大业的缺德天独后 大洲被包围着 大旱距离咱们又太远了 若是饿了大业 高丽不一定会帮助咱们 但是如果一起发兵来发难 你觉得咱们能扛得住吗 南木成才愁眉不展 看来 这大业是真的要席卷天下了 一旦大业席卷天下 一统天下 那么必然四方来合 那时候 咱们只能仰仗大业的鼻息 才能存活 可二百万两十 再是太多了 星田义勇咬牙道 一口气怎么拿得出来 南木成才鸣思苦想 突然 他灵光一闪 道 有了 咱们可以先给一部分 剩下的 等以后再富如何 像威海王这种见钱眼开 掉进钱眼里的人 肯定不会拒绝的 至于天皇那边 咱们也可以想办法游说 再说了 真正拿主意的 不是你我兄长 二百万两虽然难拿 但是拿这二百万两 给咱们换一个靠山 也是值得的 日后一统天下 还怕赚 不回这二百万两银子 你说的有道理 只不过 行了 看着眼前的海面 就溅起了水花 什么声音 星田一永惊 恐一场 大人 是大业人搞的鬼 一个武士指着远处的船 似乎是大业船只 碰 巨响掩盖了武士的声音 眼前的水花 开始密集地炸起水花 突然 紧挨着他们的一艘小船 突然炸开 顷刻见四分五裂 害得船上的众人 目自欲裂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七百二十二章 有小节而无大业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大业的船 距离咱们骑马 也有二里地 是如何击中咱们的船的 这一刻 南木城才浑身站立了起来 他脑海中浮现出 朱军那嚣张霸道的样子 星田一永说话都磕半了 我知道了 是大业人的神秘武器 据说南朝的人 就是被这种神秘武器 打得七零八落的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快化船 快呀 南木城才歇斯底里地喊道 就在他喊话的时候 又有两艘船被击中 沉入了海底 船上的武士和僧人 全都掉进了水里 生死不知 而这一刻 他们丝毫没有救人的想法 知恨姚蒋的速度不够快 莫能多生两只手 渐渐地 炮声变小 他们距离海岸 也越来越远 众人死里逃生 一个个都躺在甲板上庆 幸结后余生 有人大骂朱军 不讲武德 而南木城才却道 这是威海王给我们的警告 就咱们这击艘小船 如果对方真的要动手 你以为咱们有出海的机会吗 他指着前方已惊变得渺小的船 对方的船没有动 说明他们只是戏弄咱们 他们只是想告诉咱们 大验实力有多雄厚 这等神鬼南侧的武器 可以隔着一二里 击中对方 简直不敢想象 我敢说 普天之下 除了大验的水师 有这种武器 大舟 大汉 必然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 威海王如此有底气的原因 说到这里 南木城才不仅没有 被戏弄的愤怒 眼神反而变得狂热起来 这等神鬼南侧的武器 南朝绝对不可能抵抗的 所以 若是威海王出手 我们一定能实现一统 完成夙愿 若是日后 咱们能够从大叶得到这种武器 那咱们必然能够崛起 我知道 这等武器 大叶必然严防死守 但没关系 现在咱们已经知道 大叶有这个实力 那就够了 星田易勇也反应过来 他攥着拳头 眼中有些羡慕的道 果然是雾华天堡的中原大地 即便战乱纷纷 也依旧人才被出 每一次 都有令世人震惊地发明 也不知道何时 我们窝岛国才能出头 众人坐在甲板上 一个个面面相去 眼中又无奈 又庆幸 可更多的是羡慕 只恨他们 没有生在大叶 殿下 对方已经跑远了 廖武安禀告道 走了便走了 要不了多久 他们还会回来的 朱军道 廖武安有些不幸 咱们都这样了 他们还会回来求咱们 你不懂窝岛国人 这些人骨子里是卑贱的 他们崇尚强者 但是当强者打短的时候 他们便会自信地以为 自己能够和强者平起平坐 外强中前 欺软怕硬 色力内人 这是一个有小节 没有大意的国家 朱军道 廖武安点点头 说实话 起初朱军选择危海位 他其实不理解的 可现在 他似乎理解了 朱军从一开始 似乎就是奔着窝岛国来的 只不过 就算打下了窝岛国 又能如何 这个谈丸之地 从来就没有被中原国家 所看重过 虽然历史上 跟这个国家打过击刺 但都是轻松利索地击败了 若是重视 还不如高丽 不过 若是能够拿下窝岛国 也算是开疆拓土了吧 毕竟陈汉都能打安南 他们为何不能打窝岛国 而且 他们家这位爷野心勃勃 当初甚至想拿下高丽 他心 李公某 到时候 朱军连高丽都不会放过 这也是一位 开疆拓土 雄心很大的主 看来其心有意 廖武安心里很清楚 自己已精彻抵上了朱军的船 那就是共同进退 他廖家能不能继续荣华富贵 就看这一次了 想到这里 廖武安内心也打定了主意 朱军也不知道 廖武安是怎么想的 他现在要忙碌的事情太多了 一个个工程 一件件事情 基本上都要他掌握大局 手下人勉强够用 威海卫人数也在不断上涨着 所以 他必须不断地招商引资 不断地建设为海卫 直到威海卫能够容纳几十万人生存才行 如何合理地开发资源 利用资源 是一门学问 不过晚上 他都比较放松 在李相骏 秦彦如 苏摩尔那边轮流过夜 十一月初 朱军收到了朱星的信 得知朱星要来青州府 就翻 不由一喜 这小子 一看就是冲着我来的 朱军摸了摸下巴 威海卫距离原大都 还是太远了 想要截断中路 难度还是有点大的 可如果青州府有人 那么便可以随时截断朱迪的去路 也就是说 朱迪想要回京 很难掠过朱星 这是好事 不过 他现在也不能随便离开藩地 虽然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但总要考虑一下 老朱跟大哥的想法 他不愿意那些人胡说八道 去扰乱他们 因此 他值得写了一份回信给朱星 祝贺他就翻 只不过 这不对啊 老七也该就翻了 怎么没收到消息 老七之母是郭宁飞 这郭家也是满门英雄汉 郭宁飞更是受宠 此女不争不强 在后宫也非常得马皇后的信任 平日里身居简出 很是低调 以老朱的性子 是非常注重顺序的 怎么弟弟在兄之前了呢 朱军摸着下巴 心里有些诧异 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急忙将寻步三叫了过来 京城最近可发生了什么 有关老七的事情 寻步三在脑海中 思索了一番后道 还真有 有情报说 七王沉溺女色 极尽奢华 唯恐享受不尽人间欢乐 便一心想长生不老 终日楚香诵经 烧炼仙丹 信道是房中树 采阴补羊 朱军眼神复杂 就这 倒也不至于不让他就翻马 还有一件事 七王为了长生 强迫了不少清白的梁家女 寻步三道 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 你既然知道 为何不报 朱军眉头一皱 吓得寻步三急忙跪在了地上 殿下 您冤枉奴婢了 是您说京城的急报三日一次 奴婢也是昨日才收到的消息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23章 朱邓中毒 朱军想了想 自己的却是这么定的 以后要紧的事情 当日报 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可以三日一报 是殿下 寻步三道 老七寻先问道 是个人爱好 历史上有不少亡言乃至皇帝 都沉迷长生 但是迫害别人就不对了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仅毁了别人 也毁了自己的前程 他摇摇头 难怪老朱没让他就翻 老朱是个体面人 这种丢脸的事情 自然不会允许传出去的 而与此同时 齐王府内 朱邓浑身抓出了一条条血痕 他感觉自己的肉里面 有蚂蚁在爬 骨头缝里都在痒 星火旺盛 迫切想要 浇灭这一团火 女人 我要女人 他被捆绑着 整个人撞入蜂魔 朱远章眼神冰冷地看着朱邓 一旁郭成 也是满脸的无奈 这就是你的好外甥 朱远章拿起沾了眼水的鞭子 狠狠地抽打下去 朱邓被抽得浑身鲜血淋漓 可这痛楚之后 他居然觉得格外地爽快 郭成跪在地上 求情道 陛下 殿下也是一时之差 才闯下这祸 再打下去 就真的要出人命了 朱远章抽得的气喘郁郁 看着浑身是血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地 丢下了手中的鞭子 咱英明一世 尽出了你这么个孽障 郭成也急忙道 殿下 快认错啊 妹妹就这一个儿子 他必须地绑下来 朱邓这祸也清醒过来了 爽赶过后 伤口被眼水刺得火辣辣的疼 几乎将他疼得昏死过去 父皇 孩儿知错了 以后不敢再犯了 朱远章失望地叹了口气 他也不是真的想让朱邓死 只是觉得这件事蹊跷 以前从没听说 朱邓有着爱好 你猜多少岁 就寻心问道 朱远章斥责道 你怎么就不知道 学学你的哥哥吗 朱邓不敢说话 只是唯唯懦懦地认错 将朱邓骂了一顿后 再加上郭成 此生 你都不能改嫁 你都需要好好给咱伺候欧阳伦 若你做不到 咱必然还会批你下一刀 你牢牢给咱记住了 是你欠人家的 日后过得如何 都是你就游自取 父皇 找六个 六个医术精湛 他肯定有办法的 朱素心死里逃生 但是胆子也吓破了 他捂着伤口 跪在地上 六个肯定能救好欧阳伦 只有六个有办法 朱远章叹了口气 若说外科手术 那自然是朱军那边更好 只可惜啊 他将朱军赶走了 现在朱军也将研究所全部搬迁 只留下了凤阳医院 而凤阳医院的后盾 就是朱军的研究所 你现在知道 你六个了 不提这件事还好 提了朱远章更冒火 你以前是怎么对老六的 现在知道求他了 说完 朱远章心里更郁闷了 好像所有事情都绕不开朱军 他内心越越发的难受 现在朱玉也很少跟他沟通 因为这事 父子二人的关系 也变得又相僵硬 再加上连日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倍感交心 征战天下 又当了这么久的皇帝 他自问自己 能应付任何问题 可现在 他突然有些力不从心了 放眼望去都是依靠他的人 而没有一个人 可以让他依靠的 心让他生出一种 举步维艰的感觉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25章 老朱想儿子了 他真的很像善让给朱玉 让他坐镇朝廷 自己则带着武将去攻城掠地 然后打一个大大的江山 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到时候 自己就可以安稳退休 做高高在上的太上皇 可朱玉这身体 根本不足以长时间批阅奏折 无法担重任 大孙又太小了 处理政务 就算要慢慢培养 也要三五年时间 朱远章一向沉的住气 而此时却有些绷不住了 他很像出去走走 想找个人帮帮自己 刘姬也好 李善人也好 亦或者是其他人 在他看来 都不如朱君懂他 这小子做侍总 是令人意想不到 可偏偏 又如此地懂他的意思 可这小子太像自己了 这才是令他头疼的根源 朱素兴拉了拉玛皇后 母后 我知错了 以前是我对六哥不好 您帮我求求情 让六哥帮帮我 把欧阳伦治好了 要不然 我跟一个太监过日子 还不被别人笑死 那日子 肯定很难熬的 直到自己这辈子 都不可能甩开欧阳伦后 朱素兴这才明白 自己做了多蠢的事情 跟一个太监过日子 那多难过 马皇后也是头疼不已 不帮吧 又不行 帮了吧 又给老六添麻烦 你六哥也不是神仙 我只能写信问问你六哥 若是你六哥没办法 你只能自作自受 但是 我话说在前头 你父皇说得对 这辈子 你都不能改嫁 离开欧阳伦 哪怕欧阳伦死了 你也要给我守活寡一辈子 这一切 都是你自作自受 马皇后到 母后 朱素兴彻底慌了 马皇后彻底断了 她最后一丝念想 她方才还真的有念头 想弄死欧阳伦 在她眼里 欧阳伦一个泥腿子罢了 驸马也不过 是她的一个宠物 到时候找个办法 弄死就是了 到时候 自己还不是 想如何就如何 马皇后瞪了她一眼 随即急忙让人 过来给朱素兴包扎 而朱远章 也是无奈的常探 离开后 她来到了凤阳医院 情况如何了 启禀陛下 情况并不好 凤阳医院的大医 看了后说 这一脚太狠了 现在已经不是 能不能让父马都尉 恢复人道能力的问题了 眼下能不能保住命 都难说了 方才也是 掉集了几个单位的血 似乎在抢救 情况很危急 讲还苦着脸道 朱远章坐在外面的长椅上 觉得很无力 儿子是这样 女儿居然也是这样 她教育朱英雄 也被朱军狠狠教训了一番 儿子从听了朱军的话 改变了方法后 朱英雄现在 不仅每天很快乐 学习效率也很高 就拿朱英文来说 此前跟着吕氏 虽然懂理 但是身体雷弱 眼下按照朱军的教育方法 孩子现在皮实得很 最喜欢在皇宫里撒欢 性子也开朗了 都敢爬他腿上 揪他的胡须 他不仅生出一种 自己不如朱军的念头来 也不知道这混账东西脑袋 理想的什么 提的意见想法 每每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朱远璋再次叹息 看着紧闭的手术室 他也是惆怅不已 若欧阳伦死了 那么这 必然是大业开国来 有数的丑闻 他还要想办法遮掩 一旦传出去 明年的恩科 有几个人愿意来 能当官 也要有命当才好 蒋桓站在一旁 也不敢吭声 气氛压抑的可怕 过了一个时辰 抢救室的门推开 主刀大一浑身是血的走了出来 朱远璋急忙道 咱女婿怎么样了 主刀医生一听 急忙跪在了地上 草民参见陛下 你起来说话 咱问你 咱女婿如何了 朱远璋交集问道 主刀医生道 驸马都尉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接下来几天 还要重点观察 那以后 他可能人道 主刀医生摇摇头 不能 可能如厕都有困难 日后还需要做其他的手术 不过这种手术 医院也很少做 不过 研究所那边 似乎有专门研究南科这一块的 若是想让驸马都尉正常如厕 可能还需要研究所那边的大医主刀 连如厕都困难 那岂不是连太监都不如 朱远璋脸上的皱纹又多了一些 若是像太监那般 一刀切了刀也方便 可现在欧阳伦那边都烂了 他压下疲倦 说道 辛苦了 只要能保住咱女婿的命 咱重重有赏 主刀大医千恩万谢 等他离开后 朱远璋道 让所有人封口 今日之事不能传出去半句 讲还点点头 是 陛下 欧阳伦的手术做完了 但是人还没有苏醒 还在重点观察室检查 有专人陪护 朱远璋勒令朱素欣过来陪护 他则跟马皇后回了宫 因为这是 宫内啰索第一次推迟了 躺在昆宁宫的床上 朱远璋辗转难眠 马皇后也愁得睡不着 一来 他愁朱素欣未来的生活 二来 也担心欧阳伦抗不过去 夫妻二人 都是翻来翻去的 时不时地叹息 咱想清楚了 咱明日就把老六叫回来 看看欧阳伦这情况 能不能治好 朱远璋道 马皇后道 儿子刚去威海卫 那边百废待兴 连府邸都没有 他又托家带口 带着这么多人 朝廷幼墨给什么帮助 再加上妙锦刚生产不久 哎 这不是事发突然吗 朱远璋道 你道 咱想让他回来 咱看到 他就心烦 免得他回来又惹事 马皇后不乐意了 什么叫他惹是生非 不是那些人天天去招惹孩子 孩子能天天跟他们打擂台 老六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要让你这个当爹的 如此厌烦 朱远璋也就是嘴上叫的凶 心里其实比谁都想念朱军 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 眼下 欧阳伦的事情 恰好给了他一个将朱军叫回来的借口 你是不知道 那小子在威海卫有多乱来 给咱惹了一堆麻烦 前些日子 还杀了好些窝贼 他还叫削着 要打到窝岛国去 咱得把他叫回来 好好说道说道 免得他犯糊头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26章 赵朱军进京 你不要觉得 我在后宫什么都不知道 明明是窝贼来犯 我儿击退窝贼 马皇后自豪道 那是我儿应用 这些年来 那谈完之地的匪徒 屡次侵犯我大业国土 我大业 却无人能够治得了他们 现在如何 还不是被我儿治得服服帖帖的 剿匪 抗窝 哪一件不是我儿做出来的事情 怎么 只许人家欺负我们 不许我们打上门 你现在怎么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了 老猪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谁说咱胆小了 咱就是害怕这小子昏了头了 带人杀过去 他知道我岛国的情况吗 他有我岛国的余徒吗 要是被人设计 再在那边怎么办 咱还要派人去救他 再说了 眼下的大事 是继续将蒙元的残部剿灭 然后将张周和陈汉给灭了 一统天下 这才是大事 我岛国 谈完之地而已 等咱一统天下 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再来冒犯咱们 马皇后嘲讽道 现在人家不怕你 难道以后就怕了 人家在你的国土 上抢你的东西 杀你的子民 我儿出击怎么了 就算他输了 最起码 他有反击的勇气 朱远章又是一阵语色 是是是 你儿惯勇天下 举世无双行了吧 将朱远章吃扁 认输 马皇后也不用笑了起来 是我儿 难道不是你儿 我一个人生的出来吗 你也不瞧瞧 咱老六脾气多像你 那倒是 这小子的狗脾气 就是像咱 无论是行事还是说话 都跟咱如出一辙 朱远章说着 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语气中的骄傲 我可告诉你了 你让孩子回来 我摸意见 但是回来后 不要又把他气走了 马皇后道 你可别 真的闹得不可收场 到时候父子冷眼 他敢 咱做不死他 朱远章哼哼道 都不用点蜡烛 马皇后都知道 丈夫这会儿的表情 肯定是吹胡子瞪眼 他现在也成家立业了 你好歹给他点面子 不要天天喊打喊杀的 传出去 他以后还怎么带兵 就算他一百岁 那也是咱的儿子 咱想打就打 想教训就教训 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莫听过 朱远章道 你管教他 我从没说过什么 但是孩子莫做错 你挑刺 就不行 马皇后道 这一次 你是真的把孩子给伤着了 要不然 他也不会走得这么决绝 他一门心思地为你 为老大着想 到头来 被你这般责怪猜忌 换做一般人 谁能受得了 这也多亏了咱老六心胸广阔 不跟你这个当爹的计较 你是说咱没有老六心胸开阔 朱远章不服气了 我不跟你争这个 马皇后岔开话题 这一次的事情 也让我明白 自己教育孩子 还有很多的问题 对孩子不能一味地宠溺 也不能一味地打压 对苏星 我很失望 对自己 我也很惭愧 可咱老六说得对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师长 一定是我 那里莫做对 才让苏星有样学样 才有今日之祸 提起朱苏星 朱远章又烦了 别提那孽障 日后其他孩子管教研一些就是了 实在不行 等老六回来 问问他的意见 他教孩子有一手 你看看咱大孙 被他六叔管教得多好 还有老八 原来唯唯诺诺的 胆小怕事 现在跟了老六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马皇后一想也是 咱老六好交际 能服于人 别人都听他的 夫妻二人聊着聊着 又谈论上朱军了 就这么聊了大半宿 都是挑朱军好的说 越说越起劲 越说二人越精神 那种感觉就好像 自己造就了一件 最满意的作品一样 其实也是 他们子四众多 朱军无疑是从反面教材 变成正面教材的典型 从不学无数的疯子 到心怀天下的威海王 再到大业第一才子 这中间 朱军做了多少改变 即便很多人都不承认 但是他们作为朱军 最亲近的人 岂能不知道朱军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 放在所有孩子里 自然是最显眼 也最出众的 没有哪个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 所以 他们内心是欣慰的 喜悦的 朱军更像是引导他们的方向一样 朱远章觉得自己太兴奋了 内心觉得羞愧 也暗暗提醒自己 好了 别说老六了 时间不早了 休息吧 马皇后应了一声 却没有闭眼 他心中是越发地想念朱军 他承认 自己对朱军是宠溺的 所有孩子里 自己最放心不下的 也就是这个孩子 一日 朱远章写信 让人八百里 加急送去威海卫 提了一下欧阳伦的问题 可更多的是 希望朱军对 威海卫抗击窝贼一事做说明 还有他在威海卫事行 免除农税一事 这件事影响很大 在凤阳各地 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不知道有多少人弹劾朱军 说朱军在挖掘大业的根基 一个国家能够维持下去 粮税是重中之重 没有之一 没有粮税 国家便不能维持 自古以来 缴纳粮税 都是重中之重 是天大的事情 而朱军 居然在威海卫 免除了粮税 这让其他人怎么想 而且 朱军还广收天下人 你一个亲王想做什么 难不成还想造反 可朱远璋明白 很早之前 朱军就说过 要用商税代替粮税 然后国家出面收购粮食 真正提高农民的地位 而现在 朱军八成 是在履行他当日之言 这在朱远璋看来 是开天辟地之举 是大胆的 饶食他这般大胆的人 也被这一举给吓到了 即便他将走折押了再押 可这些日子下来 朱军的策略 已经在全国各地 都有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 他必须将朱军赵进攻 说明一下这件事 不能让是太近 一步地扩 战 甚至 这件事 有可能影响 到接下来他的战略 所以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影响到他对外作战 这是他的底线 手机用护寝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27章 一刀切了 病房内 经过抢救 欧阳伦度过了最凶险的击天 他也从最开始的昏昏沉沉 逐渐清醒了过来 但是脸色依旧难看 这时候 他依旧不太清楚自己的状况 只是觉得 伤口处不断地传来疼痛 甚至 只是稍微地动一动 那牵扯的疼痛 便能让他呼吸都停止 他不敢动弹 询问一旁的朱素星 看着朱素星 他眼中有畏惧 可更多的是愤恨 他内心无比地怨恨 自己寒窗苦度多年 美好的人生才刚开始啊 本以为时来运转 自己将一步一步走上巅峰 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他问朱素星 自己的伤情怎么样了 朱素星眼神有些躲闪 支支吾吾地说他默示 欧阳伦不幸 他只是不理解 这个如此美丽的女子 居然如此地恶毒 生生一脚将自己 揣进了医院之中 所以 等朱素星离开后 他询问了护士 医生 但是都没有从他们口中 问出有用的东西 他只知道 自己方便是通过一根管子 即便是如厕 也会有专人拉清理 他趁着无人 忍着剧痛 悄悄掀开被� 知道他发现自己铃铛没了 他直接愣在了那里 那一瞬间 他惊呼出声 在听到他呼声的那一瞬间 病房门推开了 朱素星走了进来 可看到呆若目击的欧阳伦 也忍不住骂了起来 你这人 怎么如此恶心 谁让你掀开褥子的 朱素星的骂声 让欧阳伦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随即而来的 便是无比的惶恐 和对未来而给打破 苏小小也吓得连忙 从朱军怀里起身 方沐浴 而出的苏奴而秀发 还未前头 穿的青色的袍子 跟苏小小的红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莲花荷叶 这是专门衬托苏小小的 奴让殿下久等了 苏奴儿道 苏小小就像是做了坏事 被大人抓住的孩子一样 手足无措 他急忙道 殿下 奴最近新编了一支舞 请殿下欣赏 说着 他便走到一边跳了起来 苏奴儿见状 也是无奈 这孩子那里都好 就是有些太胆小了 而且心理包袱太重 他甚至在想 自己这么隐瞒他 究竟是对还是错 只不过 隐瞒了这么久 他再想隐瞒 也瞒不住了 他挨着朱军坐了下来 朱军亲自己他倒了一杯酒 若说 在十六楼的苏奴儿 是冠绝群方的红牌 那么跟着朱军吃穿不愁 内心安定的苏奴儿 绝对是倾国倾城的家人 这倒是让他想到了一个人 陈渊渊 只可惜 他不是吴三桂啊 谢殿下 只不过 奴今日却是要让殿下扫兴了 苏奴儿压低声音道 怎么 不过却不是那重不爽力 苏奴儿看了一眼苏小小 咬了咬嘴唇 大一说 未来两三年 奴都不能沾酒 朱军皱眉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病吗 不是病了 是那个了 哪个 就是苏奴儿摸了摸肚子 朱军愣了愣 旋即深吸口气 指着他的肚子道 你 你 你有了 正在跳舞的苏小小 浑身一颤 什么有了 他很奇怪 但也莫插嘴 苏奴儿整个人都慌了 又哀求的眼神看着朱军 小声点 朱军也很快回过神来 他知道 苏奴儿不想让苏小小 知道他们的关系 所以一直瞒着 这会儿苏奴儿请他过来 当初苏小小的面 说了这件事 意思也很清楚 希望他能够收下苏小小 他就说 自己能力莫问题 怎么这么久了 苏奴儿却没有动静 他很确定 苏奴儿没有用特殊办法 还以为是苏奴儿身体出了问题 而现在 苏奴儿有了 再一次验证了 他能力的强大 眼下他其他妾室也都有了 朱军不是呃厚此薄彼的人 虽然那些妾室算不得绝世美人 却也温柔可人 虽然更多的是完成任务 但有子嗣 他们在威海王府待的 才能更轻松一些 不是朱军喜欢孩子 而是世道就是如此 在这个时代 女人七出之一 便是不能生育 妾室无子嗣 即便朱军对他们再好 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也会生生将自己压垮 就好比苏小小 在他众多女人里 一直都是最努力最勤奋的 为何 还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他的武技堪称惯绝天下 最起码 朱军还没看过 哪个能比你苏小小的 眼下就连苏奴都要自叹不如 可苏小小还觉得自己不行 为何 这压力一部分 是朱军无形之中给的 另一份 是他自己给的 想到这里 他看向苏奴的眼神 也变得温柔起来 多久了 这几天才发现的 也一直在忙公事 这小事 奴也不敢打扰 苏奴在知道自己有了后 也是辗转难眠 他没有前遇 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虽然内心期盼着不要太早 可是到临头 终究是避不过去 隐瞒下来 他做不到 也不敢隐瞒 在王府内 没有一个子嗣傍身 终究是长久不了的 不管男女 他都有底气可以留下来 可以面对王妃和其他女人 该打 朱军忍不住拧了拧他的鼻子 这是小事 这是天大的事情 苏奴儿连连道 奴之错了 爷 宁消消气 那你打算怎么办 朱军问道 先瞒着小小 求爷尽快把小小给收了 这妮子都快疯磨了 要不然我真的没脸了 苏奴儿捂着脸道 朱军算是明白了 苏奴儿这是打算打一个时间差 可以是可以 事成之后 你当如何谢我 朱军开玩笑道 爷说如何 便如何 奴斗一宁 苏奴儿小声道 朱军眼珠一转 师徒二人合武 如何 苏奴儿脸红得不行 知觉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 看了一眼正在起舞的苏小小 又羞又紧张 对上朱军玩味的眼神 更是将脑袋低到了胸口 可他又担心自己不答应 朱军便不松口 无奈之下 若若道 不点蜡烛行吗 朱军本来就是开玩笑的 他知道 这事儿得有个循序渐进 总要让苏奴儿 他们二人 克服自己心里内观 说实话 等这一天 他足足等了快三年了 为了什么 不就这一天 没想到 就这么成了 朱军看着恨不得 找条地缝钻进去的苏奴儿 喜不自禁 好 你说如何 就如何 多一你 今天真是好事成双 虽然觉得自己有些渣 但你亲我愿的事情 怎么能算渣呢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0章 少女情笔金贵 苏奴儿看着欢喜的男人 行中却是休得不行 一想到自己要跟苏小小一起 他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可恼人的是 这男人早就打了这个主意 所以才迟迟不肯松口 他若是继续矜持 那小小怎么办 难道要让他继续等下去 他不由地摸了摸肚子 一时间竟不知道 这孩子该成呼苏小小什么 苏小小也不知道 朱军为何这般高兴 现他看着自己眼中满是笑意 跳得更加起劲了 好一会儿 朱军冲他招招手 小小 跳累了吧 过来一起吃点 苏小小这会儿也是香汗淋漓 停下来道 殿下可喜欢这段舞 喜欢 朱军点点头 苏小小道 那奴仙去沐浴 免得捍卫坏了殿下的食欲 不妨试 朱军将他拉了过来 这一左一右一大一小两美女 让朱军颇为爽快 苏奴儿愈发的不自在 可好在朱军也莫乱来 否则 他真不知该如何办了 伺候朱军吃饱后 苏奴儿借口不舒服离开了 让苏小小留下 苏小小有些担心的道 师父这是怎么了 这几日好像身体都不是 也不来陪我练舞了 朱军心道 你师父这是怀子了 怎么还敢练舞 他握住苏小小的手道 莫及 可能是微海味天气的缘故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苏小小点点头 旋即又想起了方才的乙女 翘脸顿时红润起来 殿下 您接下来要听曲儿吗 奴最近编了新曲儿 不听了 你陪我出去走走 咱散散心 朱军笑了笑 拉着苏小小的手边 朝着府外走去 为了方便家人在海边散步 朱军还赤字将王府这周围 打造成了一个景区 准确地说 这一块地都是他的后花园 别说散步 全程走完也需要小半个时辰 苏小小的嫩手 被朱军的大手攥着 暖轰轰的 只是海风略大 他穿得有些单薄 不由有些发抖 就在这时 朱军大手一挥 将他裹进自己的大厂之中 苏小小娇小玲珑 朱军高大 顿时将苏小小 裹得至于一个脑袋在外面 还冷吗 朱军道 不 不冷了 苏小小之 觉得心如露壮 被殿下呵护的感觉 真好 他也壮着胆子 抱住了朱军腰身 脸颊贴在朱军的胸膛 一张脸犹如喝酒了一般 二人走了一段路后 来到了一个观景台 朱军抱着他坐下 玄机用大厂将二人裹紧 说道 这两三年 你跟着我也辛苦了 奴不辛苦 能跟随殿下 是奴的荣幸 苏小小痴迷地看着朱军 朱军暗暗叹了口气 这小妮子 真是爱杀了自己 她的努力 自己又岂能看不现 能有你追随 才是我的幸运 朱军道 今夜 我在你那里谢谢 苏小小一愣 玄机眼眶墨地红了 他吸了吸鼻子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殿下说什么 风太大了 奴没听清楚 我说 今夜在你房中休息 朱军见他红眼 不由道 怎么还哭了 是不愿意吗 不 愿意 苏小小紧紧抱着朱军 只有师父更天知道 他盼着这一天 盼了多久了 是朱军将他从泥沼中拉出来 不嫌弃他 不倾鉴他 重视他 照顾他 他早就准备好了 将自己的身心 全部奉献给朱军 那你还哭 苏小小急忙将眼泪擦前 让殿下见笑了 奴只是太高兴了 这两三年 奴还以为殿下看不上奴 闻言 朱军笑了起来 却也觉得自己残忍 明知道这小妮子 眼巴巴地等着自己 却一直吊着 得知他废寝旺时的编曲 练舞 他都觉得自己太渣了 知道 我为何没动你吗 朱军道 是奴不够好 苏小小肯定得到 错了 朱军道 一来 是你当时年纪上小 不定性 若是贸然跟了我 我怕你后悔 二来 也是想给你更多选择的余地 眼下 你也长大了 成熟了 所以我才会问你 若你迟疑 那便说明 你有顾虑 不 奴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要一生一世地伺候殿下 苏小小紧紧抱着朱军 生怕他跑了一样 朱军能等这么久 等到他彻底长大 思想成熟 可见用心良苦 他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这两三年来的委屈 统统都没了 初见朱军 他尚未急击 而今 他年满十八 已然彻底长大 那你可想好了 上了我的船 日后就没有下船的机会了 打死不下船 除非殿下不要奴 苏小小道 奴生是殿下的人 死是殿下的鬼 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还要伺候殿下 朱军有些感动了 小丫头现在是完全沉浸在爱意之中了 他想到了历史上那些青楼出身 却深情的女子 自己定不能做那薄情的人 苏奴儿也好 苏小小也罢 乃至秦彦如 都算得上是淤泥里的白莲 最起码交给自己的时候 都是清清白白的 也幸好这是大业 若是放在后世 出淤泥而不染 卖一不卖身 纯纯就是笑话 把将他抱起 少女的轻盈 让他丝毫不费尽 他小声地在苏小小耳边道 走累了 天黑了 咱回家歇歇 嗯 苏小小秀的不行 整个人缩在朱军的怀里 犹如巴掌鱼一样 紧紧地抱着朱军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事实上 他从小在青楼长大 看待这些事情 早就习惯了 可面对这个男人 他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他 他内心是胶着的 害怕这男人瞧不上他 他的身份 始终是抹不去的一个雨点 即便被朱军抱在怀里 他也开始患得患尸 眉宇间不自觉地多了一抹愁容 朱军伸手 轻轻地将他的愁容抹去 别怕 从今以后 你定是我的掌中宝 我江湖诱你一辈子 苏小小痴迷地看着这个男人 知恨不得将自己的身心 都融入他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1章 终的所愿 殿下 奴去沐浴 一起吧 朱军霸道地说道 这位海王府虽然简单 但是盛在适用 而且 威海卫冬天很冷 朱军一直生活在江南 上辈子也是江南长大的孩子 威海卫对他而言 有些过于冷了 所以 王府地下都埋了火道 只要一通火 房间里温暖如春 每个院子里还有不算太大的浴池 虽然耗费木材 但花银子能解决的问题 自然不能消极 况且 这也关乎到日后 朱军在这里生活好几十年 这一点不能节省 进入浴池之中 朱军长出口气 这水温正合适 看着羞答答的苏小小 朱军直接将他揽入怀中 殿下 让奴来伺候你 苏小小羞答答地正脱开 给他细心地擦拭起来 此时 朱军心痒痒 他想 自己都忍了这么久了 又何必猴记于一时呢 总要给小妮子 留下一个值得回味的过往 沐浴之后 苏小小又道 殿下 奴准备了一套新衣服 请殿下稍等片刻 朱军坐在一旁 顺手从一盘的书架上 拿拐一本书 去吧 别急 夜还长 我等得住 苏小小感激地看了朱军一眼 旋即推到了内奸 然后从衣柜里 取出了师父精心 为他准备的衣服 朱军听着内奸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心里也是痒痒 虽在看书 心却早就飞到了内奸 他嘲笑自己 也不是个出根了 怎么还这般沉不住气 可转念一想 苏小小是世间少有的角色 他诸多女人里 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姿色 放眼天下 那都是拔尖的存在 这师徒二人 绝对是人间精品 自己若是太淡定 倒是对不住 自己这两三年的等待了 正在朱军胡思乱想的时候 苏小小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一身红妆 款款走来 头发盘起 脸上涂抹着胭脂 在烛光的映照下 承托得格外的艳丽 让殿下久等了 苏小小师 诗然一礼 面对朱军灼着的目光 低头不敢去看他 饶视朱军身边美女成群 在看到苏小小的这一刻 内心也是 狠狠激动了起来 人间绝色 清国清城 这些词汇 都不足以形容 不 酒 等得当当好 朱军起身 看着眼前 犹如世间最绝美艺术品的苏小小 一时间 居然不知该从何下手 这一身红妆 宛若嫁仪一般 朱军想了想 又急忙让人送来了红烛 将房间映照得更亮一些 随即又弄来了酒水 既然要烂漫 那就烂漫彻底 不能明媒正娶 好歹也要给苏小小一个仪式 到时候 再同汤秀林他们 一起补一个仪式 到底是自己女人 总不能让他们 不清不楚地跟着自己 或许情艳如苏奴儿 他们不敢奢望 但李相军呢 汤秀林呢 都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朱军便戏法式地 便出了一块红折头 盖在了苏小小的头上 你坐在这边等我 我去换一套衣服 殿下 苏小小哽咽咽了 看着朱军为自己做的一切 说不出的感动 不许哭 今天是好日子 哭了就不美了 苏小小急忙将眼泪憋了回去 知觉的 今日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很快 朱军换了一身衣服 去而复返 来时 房间里已经贴上了喜字 甚至连喝井酒都准备好了 看着乖巧坐在床边 一动不动的苏小小 朱军笑着道 小娘子 本王来了 她用专门挑子 掀开了苏小小的红盖头 再看 也依旧觉得惊艳 小妮子眼波流转 顾盼生辉 就有一丝丝惬意 看得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 苏小小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会了 朱军让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喝喝井酒 喝完酒后 苏小小才逐渐回过神来 对上朱军那恶狼式的眼神 她不畏惧 只是休得紧 殿下 该吹蜡烛了 不许吹 你这般美 本王要宰在细细地欣赏 朱军道 苏小小这会儿 已经彻底 被朱军给占据了身心 纵然让她去死 怕是这小妮子 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朱军 这一夜 正是风光无限 而隔壁院子的苏奴儿 也是欢喜不已 得知朱军留宿在苏小小房中 心中的大石头 也是彻底落地了 她倾抚着自己的小妇 能够感受到 那里面孕育着生命 虽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可她不再迷茫 这一刻 她才感受到 自己彻底在危害王府扎根 日后他们师徒二人 才能更好的生活 至于那个秘密 就永远保守吧 她相信 朱军也好 菜冠也好 都不会说出去的 如此 才能让她这个长辈 有一丝丝尊严 一日 朱军神清气爽 经过这两年 不间断地打熬筋骨 她的体质 早就变强了许多 甚至 李吉霸还说 要不了多久 朱军就能超越她 朱军全当李吉霸 是吹捧自己 不过她的气力 精力 还有能力 都是做不得假的 相比之前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 最终 她也只能将这些 归咎于天赋异禀 想想那个缺根弦的李元霸 天生神力 前身也是傻子 虽然是后天的 但这些年天天 喝酒赌博 没有好身体 早就毁了 只是苦了苏小小了 即便朱军已经很收敛了 可柔弱的她 又如何经得住朱军 这不 此时还睡得正沉呢 巡步三小心让人 将真操不收好 朱军则道 从今日起 好生让人伺候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2章 天使从今来 是 殿下 巡步三应了句 他心道 这师徒二人真是好命 能得殿下喜爱 若非如此 他们二人的命运怕 也是凄惨得很 十六楼里的女子 纵然是花魁 又能如何 日后还不是要成为 他人的玩物 这种事情 他听多了 而现在 二人才算是真正的 飞上枝头变凤凰 眼下苏奴儿又有了王子 若是能诞下男孩 日后这位海王府 也算是真的有他一席之地 出去吧 让他好生休息 朱军说道 可朱军前脚刚走 后脚 苏小小就睁开了眼睛 此刻 他浑身就像是散架一样 即便昨夜已经整理过 可依旧源源不断地 只是他懒得动弹了 好在朱军很体贴 知道他受不住了 也没有一味地缩去 现在更是没有惊动他 这放在其他人身上 是断然不可能的 也多亏了他家殿下温柔体贴 这一刻 他不再彷徨 也不再迷茫 只是想尽快将身体养好 如此才能更好地伺候殿下 想起昨夜 男人对自己的痴迷 他就抑制不住地欢喜 而完成收割的朱军 也是红光满面 来到饭厅 徐妙锦忍不住打去道 新郎官这么早就起来了 怎么不多休息会儿 话落 众女都迟迟小了起来 朱军脸皮也厚 走到他身边 亲了他一口 要不今夜也做做你的新郎 徐妙锦已经是过来人了 他昂着头道 来就来 谁怕谁 这女人飙得很 以前就胆大 现在胆子就更大了 有时候朱军都吃不住他 观音奴道 你们俩人也不害臊 孩子面前还胡言乱语 汤秀玲洋装捂住 大牛二牛的耳朵 听不得哟 旋即众女又是大笑 李婉秋道 你怎么越大越不正经 正经是装给外人看的 朱军从汤秀玲手里 接过碗筷 吃了起来 看着阴阴艳艳艳的娇气美妾 还有孩子们 内心无限的满足 这些可都是他打下的江山呢 瞧见没 装都不装了 李婉秋道 郎君 你还没听出来呢 婉秋姐姐是埋怨你 莫单独给他开小灶 沈端打去道 紧跟着众女女 一句我一句说了起来 朱军听了 都大呼吃不消 刚加入威海王府的李香军 秦燕如两女 也壮着胆子插话 王府气氛不错 并不会如同其他地方教条多 规矩多 这些个女人相处起来 也挺和谐的 没有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这也让李香军 秦燕如二人松了口气 朱军见他们越说越大胆 越说越露骨 不由道 你们行了 孩子们面前说这魔粗的话 我听了都甚得慌 光说不练假把势 你听不惯 咱们就练练 徐妙锦道 对 练练 众女 齐齐附和 朱军昂头挺凶 很想说一句 练练就练练 可面对众女的威势 她还是低头了 她再厉害 也不可能对付所有人 徐妙锦 观音奴 汤秀玲 李婉秋 沈端 穆念慈 这都是叫人骨髓哭的人间有物 李香军 秦燕如 就不提了 苏奴儿现在战斗力大打折扣 苏小小出城雨露 也不怎行 可那边还有一个汤秀玲 这娘们最是放得开 除非她尝试个肾 她顿时觉得气短 埋头将饭碗里的食物扒拉完 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 听着众女发出嘲笑的声音 朱军攥着拳头 好好好 笑话我是吧 都等着 到时候挨个找你们算账 不让你们叫爸爸 算我书 朱军在心里发狠后 来到书房处理公务 年关前 她必须把一些事情处理了 过个好年 还要把梁想全部合发下去 宁波府那边 拍卖了五十个海茂名额 一个海茂名额一万两起步 最后拍出了两百三十万两 这笔银子 按照三成纳税 还剩下一百五十多万两 这银子也不全是她 她拿了个零头 剩下的一百万两 全都让人送进东宫了 这五十个名额 只是暂时的 未来还会继续开放更多的名额 而且 海茂还是要收税的 她保守估计 一年下来 税务能多个一百五十万两 到二百万两 这还是刚开始 等日后彻底放开 一年收个五百万两跟完事的 等天下一统 千万两不在话下 若是皇家经商 这个数字还要往上加 还有走海茂那俩小子 年底估计还有二十多万两的收入 再加上其他生意 撇开沈家不说 攻打印仓掠结了多个州府 她今年保守估计赚了三百万两 再加上沈家 估计赚到了大业朝廷一年的国库收入 不过她赚得多 花销也大 所以要算一算结余 她估计一年结余也有一二百万两 这些银子 就算是堆 她都能将威 还未堆出百万人口来 正想着明年的计划 京城远道而来的天使 打断了朱军的思绪 看着前来宣旨的太监 朱军皱眉道 这大过年的 我父皇又整什么蒙额子 那宣旨的 太监下的不敢应声 殿下 奴婢只是宣旨的 那里敢揣测陛下圣意 您还是跪赢接纸吧 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朱军摆摆手 直接将太监手里的圣旨拿了过来 看完之后 顿时无语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几个策略会 引起一些反应 可老朱这时候宣 自己回京 岂不是脱裤子放屁 大过年的 他若是回京 肯定就赶不回来过年了 要撇下一家子 他不愿意 太监见 朱军将圣旨抢过去 都快哭了 殿下 不可呀 这可是冲撞圣上 我看我父皇的圣旨 也叫冲撞 你少他娘的 给本王扣帽子 信不信揍你 朱军上去就是一脚 这家伙是王狗的干儿子 他看着就来气 一脚不过瘾 又补了两脚 踹得这小子直求饶 就是犯贱 朱军将圣旨卷好 说道 威海未敌情严重 本王暂时是不能离开了 这样吧 一会儿本王写一封信 你带回京城 父皇看了 自然就明白了 等威海未情报解除 本王自然会进京汇报工作 手机用护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3章 他眼里还有咱这个爹吗 王丑心中恨极了朱军 难怪干爹这么狠这疯子 不过 在京城时 这疯子就敢在皇帝面前抽他干爹 现在自己来到了他的封地 还是低调点的好 打了也白打 朱军回到书房 心烦的不行 要是现在有高铁或者飞机 回去也就罢了 可这一路相隔两千多里 一来一会 少说也要一个月 路好也就罢了 路还有大半没有修好 一路能颠簸死人 而且 他还等着窝岛国的回信呢 他估摸着 究竟断食 兼窝岛国那边 就该来信了 年后他就要立兵莫马 把窝岛国给拿下 免出摇曳的契机 就在窝岛国上了 他肯定不能错过 所以 他决定抗旨 毕竟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想到这里 他急忙写了一封回信 就让人八百里夹急送回凤阳 都不沾王丑的手 然后当天 就派人将王丑送走 别说吃顿饭 就连杯热水都没有喝 王丑瞪 人气的浑身发抖 简直太猖獗了 无法无天 抗制也就罢了 我等可是天使啊 一杯热茶都不给喝 热饭都不给吃 就这么 将我们赶走了 他这是要造反吗 王丑在车厢里 忍不住骂了起来 话音刚落 车厢门突然就打开了 王公公 你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看着那人手摁着刀柄 王丑头摇的波浪鼓似的 没有没有 这位壮士 能不能慢点 太快了 咱家有些晕车 那不行 殿下说你们着急回京 必须让我用最快速度 把你们送回去 说着 他对着护送的人道 王公公嫌弃咱们速度太慢了 弟兄们 咱们日夜兼程地走 要让王公公用最快的速度回京 车门关上 王丑那个气啊 一个劲儿的 在心里大骂 朱军是活土匪 很快 朱军的回信 就送到了朱远章的手里 看完信后 朱军那句要驻守危海卫 抗击窝贼 把他鼻子都气歪了 这混账东西 居然敢抗制 回禀陛下 殿下在封地内捡免赴税 摇曳 大兴工程 建设学院 闻言 朱远章又是一阵气闷 咱不是问你这个 咱是问你 他为什么不回中东 这个 小的不知 好好好 现在翅膀硬了 九番后 连咱的圣旨都敢违抗了 赵剑也置之不理 朱远章一阵冒火 可旋即一响 这小子也不是没有正当理由 自己怪罪似乎有些勉强 而且赶走他的也是自己 眼下才过去不足三月 便要将他回京 徐妙景等人又刚生产 再加之马上就要过年了 他不愿意回来 也是理所应当 若是其他人 朱远章说什么 也要派人去把他揪回来 但是面对朱军 他是理亏的 人家大胜仗 早就各种赏赐了 这小子不仅莫赏赐 还被贬去了威海卫 朱远章挥退了报信的人 坐在笼椅上 思索着 对了 咱的小孙子准备了十万亩上田 这混账东西 居然不谢恩 不仅如此 还说这十万亩粮田太远了 不便于管理 要求咱把这十万亩换到威海卫 挑挑摘摘 实在是可恶 朱远章好像是找到了朱军的错误 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可心中却莫名觉得有些无奈 这小子不要十万亩粮田 只要一些荒地 摆明了还在怄气 而且信中 一口一个父皇 看得他窝心至极 他有些愤怒 又觉得亏欠 甚至也赌气般的怄气 他觉得 就算自己这个父亲没有做好 你当儿子的 也不能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但是 这小子虽然在威海卫乱搞 但是总归是为了百姓 大兴土木 也是为了建设为海卫 没有搜刮一文钱 明知明高 而且 老大 那边说 朱军建立了一个四海银行 为发行宝钞兜底 给卫所那些人兑换宝钞 价格很高 眼下宝钞 已经逐渐变的值钱 再加上商骨之间也开始流通 民间也小范围的认可 不过 仅限于威海卫一代 说来说去 这小子内心还是向着自己的 不声不响地 给自己解决了一个麻烦 他能不知道 发行宝钞的麻烦 他当然知道 若是宝钞值钱 那么只需要印钞就行了 那成本低 利润高 不过这混账也说了 不能胡乱发行 要做好防卫 而且 若是想大面积的发行 还是要配合他 可是 你有这种好想法 为何不轻 自写信跟自己说 非要让老大转述 眼下他们父子的关系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还有那个以商税代替粮税 彻底去除姚依的办法 为何不告诉自己 就连老大也藏着掖着 不告诉他 他们眼里 还有没有自己这个癫 朱远章愈发的郁闷 总觉得这俩小子 在偷摸着干什么坏事 可却瞒着他 不告诉他 就在朱远章苦闷之时 亡丑而回宫了 这几天 他差点没背蛇疼死 几乎一直在马车上 没下车过 到了一个站点 就急忙跟换弩马 然后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短短几天时间 他感觉自己半条小命都交代了 但向自己的干爹 逗大的泪珠就落下来了 陛下 奴婢差点就回不来了 王狗看着干儿子 这狼狈的模样 暗暗在心里为他点赞 好小子 不愧是自己一手 调教出来的儿子 走之前 他就交代王丑 回来的时候 要弄得可怜点 给朱军上眼药 而现在 王狗不仅狼狈 而且沧桑 整个人瘦了两圈 脸色苍白 就跟要死一样 怎么 朱远章皱眉 奴婢去了威海卫 向威海王殿下 宣读陛下的圣旨 可还没宣读 便被威海王抢走 不仅如此 威海王殿下 还踹了奴婢脊脚 那之后 威海王便遣人 将奴婢送回中都 十二时辰不停息地赶路 奴婢等人 差点死在马车上 王丑哭得鼻涕眼泪淒流 似要把这些日子的委屈 统统发泄一般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4章 打了便打了 好小子 演得好 王狗心里给干儿子 点了个赞 朱军抗止 皇帝已经生了 两天闷气了 这两天闷闷不乐的 宫里谁也不敢出眉头 王丑儿这一下 简直是神来之彼 还不直接让皇帝爆发 他看着哭向南 看得干儿子 越发觉得顺眼 然而朱远章下一句话 差点让他没绷住 你惹他了 朱远章皱眉 王丑儿一愣 莫 没有 奴婢那里敢惹威海王 奴婢 只是劝说威海王 不要抗止 就算给奴婢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欺骗陛下 肯定是你惹他了 朱远章被他哭得心烦的不行 打了就打了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下次去宣指聪明点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少说机句 他可以感受到 朱军信中的愤怒和不满 想必当时宣指 朱军肯定是生气的 王丑肯定是触到他眉头了 要不然 朱军怎么会派人连夜 将他一行人送回来 摆明了 就是向自己发泄自己的不满 他这会儿倒是不生气了 反而有些担心起来 朱军的能力和孝顺 都是无庸置疑的 对老大的拥护 对大孙的疼爱 也是不用猜忌的 若是自己再逼他 说不定真的要逼出岔子了 那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王丑愣住了 眼泪鼻涕还挂在脸上 他迷茫地看着前爹 王狗也是有些猛逼 陛下 威海王抗止不回 又殴打天使 这若是传出去 你们不说 谁知道 朱远章不耐得到 封口就是了 大过年的 不要给咱找麻烦 王狗而言脚趾抽抽 不是生气吗 怎么又维护起来了 难道就无人 治得了那疯子了 还是说 疯子现在就翻了 天高皇帝远 右手握强兵 皇帝忌惮他 所以才如此 是了 肯定是如此 王狗这么想 他可以肯定 这次的事情 定然让皇帝 对朱军心生厌恶 长久以往 朱军必然会自食恶果 他给王丑使了个眼色 王丑回过神来 心中还是委屈 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对上干爹那冰冷的眼神 生生将想说的话 全都咽了下去 他委屈啊 别人当天使 宣读圣旨 谁不是好吃好喝的公章 去朱军那儿 不仅当了出气筒 还天天遭罪 他心里不痛快到了极点 但也只能将这不痛快 藏在内心深处 甚至 连王狗也一并恨上了 别看他们是前父子 但实际上年 迹相差并不大 太监不是完整的人 要磨贪财 要磨贪权 还有的贪恋美色 除了吉少数太监 大多数太监 都性情乖章阴义 你对他好 他不一定念你的好 你若是对他坏 他一定记恨你 王丑退下后 王狗是叹地问道 陛下 威海王听调不听轩 他一句话还莫说完 朱远章就像是 被踩着尾巴的猫一样 瞬间恼了 锐利的眼神盯着他 什么听调不听轩 国家大事 也是你能智慧的 这可不是一个好词 往往涌在别 有用心的人身上 王狗吓得急忙跪在地上嘛 奴婢说错话了 奴婢该死 朱远章冷冷地道 记住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无论是家国大事 还是咱父子之间的事情 都轮不到你这狗才插话 是是是 王狗不停地磕头 内心却喜悦到了极点 皇帝暴怒 定然是因为朱军 一句听调不听轩 就让皇帝如此 可见皇帝内心 对朱军记淡到了极点 他心想 朱疯子 这下看你死不死 而此时 惠州府 即便深冬 惠州府气候依旧温暖如春 胡国庸手捧茶杯 美滋滋地品尝着 这一年多来 他已经摸清楚了这天命组 并且顺利地利用组织的游戏规则 为自己争取到了很多的资源 这鸟不拉屎的惠州府 也逐渐焕发了生机 首先 便是设立特税区 招商引资 借用天命组的资源 果然争取到了上百商股投资 他也曾试探过 发现这些商股病 不知道天命组 想要顺藤摸瓜 找出背后的人 缺乏献难如登天 有了商股投资 惠州府便迎来了发展 那些流放过来的犯人 为惠州的发展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来时的惠州破破烂烂 眼下却是焕发了生机 原本的布毛之地 在他的打造下 俨然成了一个富庶的州府 虽然比不上江南 但是胡国庸也足以自傲了 眼下 他已经套用新体系 顺利运转 效果也是出奇的好 不敢说夜不庇护 百姓生活绝对上了不止一个台阶 再加上周王援助的医院 使得惠州府百姓人人能治病 在惠州府 他要讽得疯 要语得语 再也没人敢跟他说不 想着之前的招不保夕 眼下他却实质地一满 这一次回京 那宰相的位置 他势在必得 至于杨仙 必然倒台 这些日子 来自杨仙的名枪案件也不守 但是根本奈何不了他 惠州作为试点州府 很多法案根本落实不过来 后面杨仙气急败坏 将流放的地方从惠州府 改成了朝州府 就是想遏制惠州的发展 但是 已经晚了 胡国庸放下手中的茶杯 拿出了年度汇总 这些就是他一年多的成果 只要上交陛下 到时候朝廷那边 自然会派人过来检查 一旦通过检查 那么 这一战他就赢了 只不过 眼下吴王变成了威海王 变得人人喊打 我回京后 若是继续为威海王党羽 恐怕会遭到大量的攻减 只不过 眼下我 俨然已经成了威海王的党羽 新体系的却好用 但是那些 老古版 可不一定会认同 这岂不是给我平添麻烦 胡国庸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 先观望一二 而且 他不知道 威海王是否跟这个神秘的组织有关系 若有 那么他的级别又有多高呢 手机用护卿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 第735章 大肥羊上门 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朱军一定跟这个神秘的组织有关系 而且 地位肯定不低 细数朱军的发家史 令人震惊不已 他敢肯定 这背后必然有这个神秘组织在背后做推手 朱军的新体系推广时候 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可眼下 江南那边正在推广 虽然朝廷藏着掖着 可他作为新体系的推广者 是能体验到新体系的好处的 眼下他已经用实际型 动验证了新体系的可行性 再想到组织的使命 这就能说得过去了 莫非组织上的人看好威海王 胡国庸心里一惊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若他们看好威海王 是不是有推威海王上去的意思 若真是如此 自己若是脱离威海王 日后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眼下就像是在压住一样 错语对水也不敢说 可若是压错了 那么他一定满盘皆输 这个组织太可怕了 有一股莫大的力量 只要阴郁 无所不能 他虽然是在利用 可何尝不是在被对方利用 罢了 还是先观望再说吧 而且 扳倒阳仙 还需要进入威海王的威势 威海王虽然去了威海卫 但徐靖达 汤鼎 李善仁 这可都是怀西一脉的中流砥柱 他们都是支持威海王的 李善熙就不说了 代表着一些学子 无论是士林 还是朝野 都有威海王的支持者 我若是支持威海王 说不定能够获得的资源更多 这些资源 绝对比我自己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想到这里 胡国庸眼前一亮 威海王是已成 远胜过其他的藩王 推到威海卫 似乎是一部好棋子 若是自己当了宰相 岂不是也成了 威海王麾下摇旗呐喊的一员了 冥冥之中 胡国庸感受到了一双大手 正在推着自己往前走 那大手似乎有意让自己成为 威海王的党羽 助长他的威风 而眼下威海王不在京城 自然无人注意到 可是暗中 又有多少个像自己这般的人呢 组织似乎很欣赏新体系 也就是说 谁更出众 他就选择谁 也符合组织的出众和使命 胡国庸有些紧张 若是如此 岂不是要跟太子 皇帝对筑钱 罢了 我当做不知道就行了 若真到了那时候 组织必然不会袖手旁观的 胡国庸难难自语道 还是先摆平阳仙 坐上那个位置 否则说再多都无用 除夕前两日 朱军下令威海卫所有工程停工 全体放假 威海卫也变得热闹起来 并且 他还给移民到威海卫的百姓 准备了一份礼包 这些礼包 则有府内的官吏发放 更重要的是 朱新派人送了鹤礼 他已经在即日前抵达了青州 这不 他正挑选回礼 就在这时 牛五六匆匆过来 殿下 窝岛国那边来人了 朱军眼前一亮 我还以为 他们要年后才能到呢 他们人在哪 在前厅 牛五六道 这一次 他们带了很多东西过来 银子就有几十万两 好 朱军府长 本王就知道 这些狗东西会上钩 他若是什么都不要 这些人反而不会上钩 就好像做生意 若是你告诉别人 做一样生意 不要成本 只需要付出一点时间 就能够赚去百万银子 你听了会信吗 可若是你说 这生意要一百两银子 能赚三百两 他必然眼馋 就算墨银子 想办法筹 也会筹出来 这就是人性 朱军大步来到了前提 这次过来的 依旧是新田义勇 和南木成才二人 参见威海王殿下 二人这次说话的嗓音 都更大了 地气也足了 朱军点点头 架子依旧很大 怎么这磨碗才过来 本王还在想 若是你们年前不来 这笔买卖就作罢了 新田义勇前笑一声 连忙赔了个不是 上一次人多传小 回去慢了 回去后 小陈二人就急忙 向天王汇报了这件事 经过我们二人的劝说 天王同意了这一次的合作 但是 前提是 必须要拿到 大业皇帝陛下的册封 当然 这忙也不能让殿下白帮 这之前 咱们自然会奉上 一份丰厚的礼物 等事成之后 我们再交付一半的银子 等殿下发兵 我们再交付剩下的银子 毕竟一百多万两银子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们窝倒国 国若名少 筹集银子也需要时间 请殿下谅解 朱军不满地哼了一声 前期先交付八成 剩下两成 可以事后再交付 你以为调兵遣将 是容易的事情 眼下咱们大业 即将为脚踏国 任何一个兵力 都是非常珍贵的 而现在我 却要为了你们 远渡千里重扬 若是敌人知道了 必然会大举来犯 本王也是承担了 很大的压力的 要是因为本王发兵 导致战士失利 别说一百多万两银子 就算是一千万两 也没用 明白了吗 因为本王承担不起这责任 二人都皱起眉头 看得出来 朱军贪财 但是也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大是大非面前 还是分得清楚的 越是如此 就越是说明 朱军重视这件事 二人倒是放心了不少 六成如何 南木城才道 殿下 我们也是怀着城一来的 六成少 是少了点 但是是城之后 天王允许殿下 在南朝掠夺一日 朱军不由冷笑起来 打赢了 掠夺这是规矩 还需要你们 将这当成条件 你们倒是会算计 南木城才甘笑道 殿下是正义之师 自然不会去掠夺邦国之名 拍马屁也没用 得按规矩来 掠夺三天 少于三天 本王不稀罕 朱军道 二人安安对视一眼 掠夺就掠夺呗 虽然亏是亏了点 但这种人讲规矩 吃饱了就会走 而且 这也在情理之中 自古以来 都有这不成文的规矩 不过 六成还是太少了 最起码要给七成 就你们那破地方 掠夺三天 也掠夺不出什么好东西 朱军一脸嫌弃的道 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掌上阅读更方便